翻譯 張超雄 張超雄 婷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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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高興可以來到 這個風夏大學這邊 來辦這個演講 那這是我們這個 整個預見科學獎 做在台中唯一的一場 那我們非常高興 可以提到弘蘭教授 弘蘭教授目前是在我們中央大學 認知與神經科學研究所 但是可能有一些朋友知道 有些朋友不知道 其實弘蘭教授大學念的是法律系 後來才改念這個心理的 那我本人是弘蘭教授算是同好大粉絲 雖然我沒有他的合照 也沒有他的簽名 但是我在他身上學到的 已經遠遠超過這一切 因為弘教授給我們的影響 就是真的是讓人非常的感佩 怎麼說呢 如果各位是剛剛才來到這個現場 但是你們知道嗎 這個是弘教授今天的第三場演講 所以一個在學術上 已經有這樣子的成就的一個學者 他還願意花他週末假日的時間 而且全年可能超過三百場上的演講 他的目的是什麼 教育 為了我們的下一代 所以這個是我在弘教授身上學到 我覺得是最寶貴的一刻 那因為演講非常精彩 所以我想大家現在最大的期望就是 直接請弘教授來幫我們進行今天的演講 那我先代表中央大學跟中國時報 以及弘教大學 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好 那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我們弘教授 各位好 今天很高興來這邊呢 能夠跟各位看一下 我們在實驗室所看到腦跟行為的關係 好 這個是我們做實驗的核磁共振 那我就不想說各位看它有清楚嗎 這是我們做實驗的核磁共振 我們緊急著躺在裡面 什麼都不要想的時候 因為他眼睛是張開 所以他的視覺皮質是亮的 那這個裡面就說大腦在工作的時候 需要比較多的血流量 核磁共振是算淡洋雄紅素 和去洋雄紅素上的差異 那個症子都很少描 就直接上腹大腦的代謝 因此你今天看到紅色黃色的大腦在工作 藍色綠色是沒有 那透過它的時候呢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比方說這張圖 我們看到一個陌生人的臉 因為我們跟陌生人沒有什麼感情 大腦就沒有亮起來 下面是你看到你愛人的臉 有看到你的先生 你的情人 你的孩子回來了 更注意到你大腦紅話就很不一樣了 那麼這個就是神經科學呢 現在用到很多的地方 一個就是用在經濟學上 我們做neuroeconomics 今天請全身躺在核磁共振裡面 給他看 比方說什麼Armani 什麼什麼名牌的衣服 或者是名牌的汽車 這時候他大腦的慾望中心 就是neucus account 就亮起來了 就是每次你看 他們說我要我要我要 就是那個亮會亮 就要看了這個好了 就亮起來很喜歡 然後這時候你會出現價錢 三萬塊三百萬 那你的錢 就是我們說我們的prefonto 是一個專門對我們自己 所謂理智做控制的地方 他就馬上活化起來 來得起來不起 來不起的話 因此來就亮起來 說不要想了下一輩子吧 這次你到了 你會看什麼什麼地方是怎麼樣 因此假如這個東西 產品出來 我看到壽司的大腦裡面 那個neucus account 跟他的那個media prefonto亮起來 好這東西會賣 人家會喜歡 而且這個價錢 可能定的還不錯 大家可以 如果今天你看到 Instagram亮起來 你就減價 或者是品質要更提 很低聲 那你有很多的方式 在大腦裡面會看到 比方說 你會看到說 給他喝五塊錢的酒 高到真的是四十五塊的 你也知道大腦 你口號現在就不一樣了 錢越高 表示東西越好 我們人 說實在話 人真的不是一個很理智的動物 我們前天有個實驗 就是把那個品酒專家的眼睛蒙起來 因為各位知道 他今天品白酒跟品紅酒 用的那個詞彙都不一樣的 他今天把一個那個 那個紅色的染料 逼到白酒裡面去 雖然是白酒 可是突然是紅酒 然後你就叫他品嘗 品的時候 他就用紅酒的語言來 表示說他其實味覺並沒有這麼好 還是眼睛很重要 要不要眼睛蒙起來 給他喝好的跟不好的 當你跟他講價錢的時候 你看到 你的不同地方會亮 這就對我們來講 非常非常有意思 尤其是我們現在會看到一點 你趕快來 這要不要把它調得更好一點 這個也是暗暗的啊 你要不要把他調得更亮一點 因為我後面還會有 蛤 因為等一下 你要不要把前面燈關掉呢 好 隨便你試試看 你看這張圖好了 這張圖是這個方框框裡面叫性人和 它是一個我們負面情緒 像敵人來了 像老虎獅子來了 你這種地方都會亮起來 這個恐懼中心 那麼B這張圖是幹什麼呢 我把你的手綁在儀器上 那個鈴聲叮一響 嗯 兩秒鐘之後 電就出來電你的手 那麼各位知道 我們最恐懼的時候呢 就是鈴聲響的電還沒有來的時候 如果電來了就算了 可是鈴聲響電還沒有來 你預期不好是要 他是那時候 那是最恐懼的 所以你就 他那個 就整個亮起來了 這個性人和這個地方 那C這張圖是幹什麼呢 我沒有電你 我電別人給你看 我沒有電你 我只是電別人給你看 你就注意到 他同樣的地方弄化起來 所以我們才說 殺雞鏡頭是有效的 你馬上就會看到這樣子 也要跟老師說 在課堂裡的氣氛是很有關係的 在幼嘴的小朋友裡面 你會看到說 這個老師懲罰這個學生 雖然說我沒有懲罰你 可是他還是看到了怕了 就 真的我們看到有孩子嚇到失禁 那同樣的說 在動物身上有看到這樣子 這個猴子 24小時沒有吃沒有喝 然後他進到實驗室來呢 你叫他做一件事情 做對了就給他吃一個葡萄乾 他的手去拿葡萄乾的時候 他就走一碰到他 這個墊就墊到了隔壁洞子裡面 無辜的就被他 無辜的脖子被他這樣 逼這樣墊了一下 所以他一開始 並不知道說他的行為 以及他 可是老師我換一個麥克風 但是呢他連續三次以後 他就知道說 我這邊一弄這邊就叫了對不對 就看到他就了解到中間的關係了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這個24小時沒有吃沒有喝的猴子 他會因為我吃而害到別人 他今天會不拿 這一點我們就看到很感動 人心本在 所以還是有機會教的 好 那麼 剛剛說他大腦這個東西 可以用到很多地方 我們還給你介紹一下 就是用在犯罪上是非常好的 犯罪上什麼地方呢 好 比方說我們把一個嫌疑犯 帶他犯去現場 我們去到一個陌生的環境 我們會先去看門啊窗在哪裡 對不對 他如果在這邊殺過人 他今天一進去 眼睛去看 那個屍體倒下去的地方 這他完全沒有辦法控制的 就好像說你在公車上很擠 有人大叫說小心扒手 你就不由自主去摸你的荷包 你一邊摸你一邊後悔 那老師就告訴過你 叫的人就是扒手 對不對 好 可是這個我們就會去做 因為這是個人的本性 那麼透過這些呢 我們就可以比方說 設計很多的方式 用大腦來看這個人是有 有說謊沒說謊 有沒有犯罪有沒有幹什麼 我們大腦看到熟悉的圖片 我們的披薩擺撥 跟沒有看過是不同的 所以你今天來了一個大鬍子 頭上包著Turban 你懷疑他是恐怖份子 他說他不是 那你有沒有辦法知道是不是 很簡單 然後都一戴起來 那個帽子戴起來 那個上面有64個Channel 然後呢就給他看 卡達基地很特別的圖片 你如果在裡面搜過去 這個圖片對你來講 是個熟悉的圖片 那大腦的部分就不一樣了 甚至各位曉得說 你小時候做壞事的時候 老師給你怎麼講 說眼睛看了我再講一遍 記不記得 說頭抬起來 眼睛看了我再講一遍 你會發現你就不敢講了 我們在大腦裡有看到 你說謊的時候 瞳孔放大 是有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我們剛剛 你的眼睛看熟悉的 看不熟悉的 眼睹的方式不一樣 老婆的方式不一樣 所以現在這裡面 透過這些儀器 我們基本上 我們就是說 對大腦很多的行為 竟然有所了解 好像這張圖 這張是個憂鬱症人的腦 藍綠色的 他在腦是這種的時候 不吃不喝不睡不動 你說地上有100萬藍黃金 歪他腰 減一來就是你的 不會癢 這種時候 真的也不必看他 連割一刀去自殺的力氣都沒有 往上走到這邊 就要小心了 因為我們知道 這是一個很苦的病 不只他自己苦 別人也苦 照顧他人也是很辛苦 他們通常自殺是三管齊下 服毒 歌 上吊 下次有機會 其實我們 就是說 腦科學現在是個進步最快的地方 每天早上起來 都有新的知識出來的時候 我們慢慢透過 對自己大腦的了解 來克服一些 比方說我們心理生理的問題 過去 憂鬱症的人是吃藥和行為治療法 那現在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運動的時候產生多巴胺 多巴胺是個正向的神經傳導物資 那竟然讓憂鬱症的病人 偏偏給他去動 運動產生很多 多巴胺的時候 發現他的效用 跟我們給他吃藥差不多 而藥之後會有副作用 你自己運動是沒有 所以各位可能知道 像北歐的國家 每一個社區都有奧林匹克的游泳池 因為我們在實驗上看到 兩件事情防止大腦的老化 閱讀跟運動 尤其是運動 我們看到說 75歲的老人 最終他才95歲 他的白質 那個大腦有繪子和白質 白質是我們的神經纖維 他本來是這樣子就下降 可是他每天動15分鐘 就變成平的了 看到效果非常好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好驚訝 就問他說 你們瑞典 一年九個月都這麼冷啊 情節的老人是怎麼運動 各位知道老人不好家去跑 他的膝蓋軟骨 其實都已經開始退化了 老人用跑弄走都是很危險 他摔一跤 那個什麼關骨斷掉什麼 那就是骨折就更麻煩了 他叫他們游泳 水有福利 水有福利的時候 你這個身體在動 你沒有吃力 然後游泳是個全身的運動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有看到說 就是我們為什麼要讓 預防勝於治療 美國現在由公家出錢 把老人院的老人帶到那個社群活動中間去 叫他跳舞 你知道為什麼叫跳舞嗎 跳舞是運動嘛 然後跳舞要跟人 對不對 你不是自己跳舞 跳舞跟人 跟人怎樣就會講話 講話很重要 因為你講話的時候 整個腦都動起來 就好像說 我們鼓勵老人家打麻將 那 這個很有意思 因為人有職業病 現在打麻將都是眼到手到口到 眼到手到是你的打麻將 口到是什麼呢 打麻將都在講別人的閒話 那就有一個那個 做了四十年的高等法院的法官 退休 他就看到說 啊 退休 我跟大馬一樣在動 不然我會老化會得到 這韓國症 所以他就很緊張 馬上去藏青會館去報名 學打麻將 那因為他做了四十年的法官 他有職業病 比如說這個牌拿到 我要從頭到尾把它講得很透徹 絕對不可能放炮 我才把它打出去 所以他一張牌拿來 他打五分鐘 先想這個牌有誰可能會有 誰有什麼時候把它講 講完以後 打一張牌五分鐘 別人就受不了了 別人就罵他說 快點快點快點 說你在生蛋是不是 他就生氣了 說我是男生 怎麼叫我生蛋呢 他就來問 可不可以跟電腦打麻將 說可以 那可是電腦打麻將呢 你的大腦喉話都不會像你跟人這麼多 為什麼呢 你不會跟電腦講閒話 電腦也不會跟你講閒話 還有電腦不會催你 適度的壓力是重要的 你知道我們的表現 跟我們的壓力是個倒寫的優 人性本來 你沒有任何壓力 你就什麼都不做 這個猴子也是一樣 人也是一樣 可是你壓力太大 你會崩潰 這個適度的壓力其實真的很重要 同時也跟各位講 適度的挫折也是重要的 一年在中正紀念堂的廣場 看到有一個老媽媽帶著她的孫子 那孫子摔了一跤 那個孩子哭一哭 我覺得你去叫他起來就好了 那個阿嬤怎樣 就去拍那個地 說地不乖地不乖 有很多老人家是這樣子 那是很錯誤的行為 可是我很想就跟他講 那是不對的 你怎麼會被怪說地不乖呢 是不是 你孩子摔跤自白人家 那我們就看到一件事情 如果你孩子做什麼事情 就說是別人錯別人錯 以後你的孩子也不會有前途 因為他是檢討別人 不會檢討他自己 對不對 那我們在實驗上看到一件事情 他是做那個Squirrel Monkey 這個Monkey 這個還沒有斷來的小猴子 就每一個禮拜一次 一個小時 把他從母親身上帶出來 放在陌生的孔子裡 這個陌生孔子裡 是另外一組的那個Squirrel Monkey 所以他是不認得的 尤其是小猴子 他絕對不認得這一個孔子 不然你一把他放進去之後 你會看到猴子是極端的恐懼 抽他的血 他身體裡面的Squirrel Monkey 非常地高 然後一小時候把他放回去 然後每個禮拜 都這樣子給他做 就十幾個禮拜以後 等他那個伴來了以後 就把他抓出來 跟他的母親一起 放在一個全新的孔子裡面 這時候孔子沒有別人 只有他跟他媽媽 然後裡面有很多的玩具 有很多的食物 可以吃很有幹嘛 你就看到這個曾經被他 這樣子弄來弄去的 當他陌生環境 他敢去探索 然後他心動也敢去吃 可是那個從來沒有跟母親分離過的小猴子 把他看到同樣這個孔子來的時候 就緊緊的黏在他媽媽身上 他也想去摸那個東西 可是他就叫他媽媽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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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順便去摸 就變成他不敢自己去探索 那抽他的血來看的時候 我們就有看法 過去被他一直弄到新奇的環境裡面 陌生的環境裡的那隻猴子 這個時候他的 stress hormone 是降低的 也就是他一開始的時候其實是高 慢慢適應 就好像我們打預防針 我們預防針是怎樣 先把病毒打到你身上 吸氣打到你身上去 然後你身體產生抗原 看著身體產生的抗體對不對 所以我們覺得說 孩子適度的那個那個 錯的其實是有必要的 不要把他那個保護得太周到 有一個媽媽跟我講 他說我的兒子長到現在七歲 不曾摔過膠 那怎麼可能呢 他就都抱著 所以不曾摔過腳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 在我念書的時候 生物有幾個教條 大腦定型的不能改變 神經細胞死了不能再生 跟各位講就退班了 大腦定型的可以改變 神經細胞死了再生 那這裡面最主要是 我們的大腦是環境和基因 互動的產物 我跟各位舉這個例子 這個公共是田鼠 有兩種 一種住在丘陵 一種住在草原 住在丘陵的田鼠 一夫多妻子 住在草原 一夫一妻子 你把這兩種公鼠抓來 放在核子共振裡面 少了他的大腦 就發現一夫多妻子的 他在管空間記憶的海馬匯 後盾比較大 為什麼呢 他要記得哪邊有太太 就說同樣是老鼠 可是因為他的生活的需求 就使他這個樣子變得比較大 我們就看他非常的驚奇 因為我們那時候 剛剛不知道說環境跟基因 是這樣子的互動 那我們就問人會不會這樣子 會 怎麼知道呢 做倫敦的計程車司機 因為倫敦是泰晃 旁邊的一個小村莊 它的發展是沒有經過都市計畫的 它不像紐約是棋盤式的 巴里斯方正式的 它像我們台北的永河 這邊有人住過永河 就知道 那個司機不熟不敢進去 進去會出不來的 因為他是因應需求而發展 這個明明是往東走 等下變成西了 那麼就把倫敦開了45年的 計程車司機 更開六個月的 找來在核子共振裡面 掃揚他的大腦 就發現 開了45年的 你的管空焰地機量大了很多 你的大腦是因應外界的需求 不停的在改變 所以 這個 Sorry 我們的 我們人喔 不是一塊捏土 任由外界去捏錯它 我們也不是一個 基因的反射中的集合 基本大腦有很大的可塑性 那麼這個神經元可以再生呢 就像我們管記憶的海馬回 我們所謂的dentic gyrus 因此你可以知道 人是終身學習 因為你大腦一直在改變嘛 是不是你的學習 你的經驗都會改變你的大腦 尤其是你管記憶的地方 他的神經元可以再生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那個外面廣告說 不要輸在起跑點上 是錯誤的 人生是個馬拉松 我們今天讓我們的孩子走到通點 他走的過程 他的耐力和他的毅力 是我們在乎的 我們既然不是百米充斥 你何必管他現在 跑得多快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有些觀念的話 像我們今天來演講的時候 就希望你跟我們講一下 各位先看到 我們每個人都有這四個腦頁 前腦頂頁 孽頁頁 整頁和小腦 這個前腦很重要 我們說叫做總裁腦 你的計劃策略 什麼什麼都在這裡 尤其是我們眼睛後面這個地方 叫做眼眶皮質 左右更有一塊 那麼這塊地方呢 是我們整個大腦裡面 最晚成熟的 基本上到20歲才成熟 它是全世界的法律 20歲以後 你要為你的行為負責 少於20歲 著量減薪最主要的原因 因為你大腦沒有成熟 你看到你的女朋友 跟人家共堅搭配 就走上前去 衝翻一路未紅顏 他說不是你人不好 大腦沒有成熟 壓不下來 控制不了 所以我們在 因為你各位好像都還沒有結婚 不然的話就會跟你講 去看 幼稚圓的小朋友 會一邊打人 一邊說對不起 這個原因呢 就是你剛剛好我摔跤 我很生氣 我要揍你 我的意念出來了 我壓不下來 可是老師已經告訴我 我不可以打人了 怎麼辦呢 兩個力量一樣的強 就一邊打人一邊說對不起了 你看到是這樣子的關係 這個紫色的是管空間的 各位都知道 空間能力最好的是愛因斯坦 那麼我們從他身上 學到兩個教訓 一個就是腦大不等於聰明 因為他過世了以後 有把他的大腦捐出來做解破 他的腦才一二三零克 以他的身高體重來講 應該是一三五零 他才一二三零 那你也會看到 他用的最多的這個 Influous Prital 這一塊呢 比我們大的百分之十五 切開來看 裡面神經連結的很密 連結的方式跟我們不一樣 同時他的後勤 就是我們都叫做 Glial細胞 膠質細胞 就是負責輸送養分和養的 你用的多的時候 你需要更多的養分 他的Glial細胞非常的多 從他身上我們了解一件事情 腦的大小呢 是跟我們身高體重有關係 那今天聰明彩智 是跟神經連結的密度 跟他連結的方式 那你的腦 我們說 你的腦跟這個聰明彩智 不是個現隙的關係 他的意思是說 你的腦不能是小腦症 你只要過了門檻以後 它是裡面的連結比較重要 跟腦最大師圖庚涅夫 圖庚涅夫的腦2012克 2012-1350 你看他比人家大了多少 聽說他的帽子 給一般男生戴到脖子了 所以你馬上了解 我們中國人過去喜歡孩子的腦 越大越好 對不對 好真的是錯的 腦大是水腦症 沒有什麼好 那你就要的是連結的密度 還有連結的方式 這個連結的密度 就跟後天經驗就有關係了 那麼從他身上學到另外一個教訓呢 就是一個人不可能什麼都好 大腦是個有限的資源 一塊餅對不對 空間切得多語言少 語言多空間就少 做不到什麼都好 安閃空間能力很好 他發明相對論的時候 一個他站在這裡 另外一個他站在光速上往前走 對不對 好可是各位知道 他是語言辭蠻者 三歲才會教媽媽 五歲才會說話 然後2005年被人家發現 他是一個讀障礙者 因為2005年是國際物理年 他那個公司 從1905到2005過了100年 當時呢 全世界在慶祝安閃 那個國際物理年的時候 就有個出版社 花了很多的錢 買到他的私人書信 跟他的日記 就要請人家打字 變成書記賣錢 打字的時候被人家發現 這個人B和D邊 P和Q顛倒 沒有一個字拼得對 那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因為字拼錯 我就不知道在講什麼 那不知道在講什麼 我怎麼打字呢 打字要按夜數算錢 這你就不幹了 那老闆講說 你怎麼可以不幹了呢 我花這麼多錢 怎麼可以學本規呢 他就一隻換人 一隻換人 換到最後那個人 做了一張刊物表 他說 當你看到T-U-T-C-H 他就是T-U-T-C-H 當你看到什麼什麼 他就是什麼什麼 做了一張刊物表 那麼他很氣的呢 是阿姨傘 常常出國去演講 他在1922年 來過我們中國的上海 所以他的日記裡面 行程表 就是ITINARY這個字 出現不下一百次 他非常氣的是 這一百次裡面 沒有一次拼得相同的 所以我們就看說 哎呀 上個世紀 這麼痛人的問題 是不是 我們馬上了解到 什麼事情 阿姨傘 幸好有個好媽媽 他的母親 就看到他的孩子的長處 在空間人力上 讓他的孩子去發展長處 我們說 阿姨傘 如果是我們台灣 竟然還能寫國字 對不對 你國字不能寫 你要留級 到最後你是中錯生 你怎麼可能變成阿姨傘 我們就馬上看到一件事 過去想 哪裡跌倒 哪裡爬起來 那是錯的 哪裡跌倒 換個地方爬起來 你在這邊跌倒 你的能力不在這裡 竟然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 360行行行出狀元 對不對 你去發展你的長處阿 因為你社會以後 是用你的長處 去跟人家競爭 也不是用你的短處 而我們現在是叫孩子 結長補短 所以不會做十題 十題不會做一百題 我們跟他說 情人捕捉 愚蠢 我們忘掉一件事情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愚蠢把山移掉 愚蠢就老了 愚蠢這輩子已經過去了 對不對 如果你的孩子 每天在補他的短處 他的補到最後 他的這個短處 比不上別人的長處阿 可是他的長處 都沒有去發展 到最後別人有飯吃 人家孩子沒有飯吃 我覺得這個觀念 現在非常重要 任何領域 我還做平常都會有飯吃 今天只要找到 孩子的長處 他有興趣的地方 他會四分野樂的 一長爬爬起來 眼睛睜開 到實驗室去 坐到十一點鐘回家 對不對 那如果你沒有興趣 你是八點到五點 把時間賣給老闆 然後呢 我們說 from hand to mouth 就是這個 這個貼老闆工作 換東西 胡口嘛 from hand to mouth 那時候就去看這個鐘 那個鐘喔 一定沒有電池了 看到老闆天都沒有動一下 是不是 就是這時候 你不可能有成就 因為人家是聖誕一樂的 你是八點到五點 你沒有投資同樣的 就沒有給人家 更多的時間 更多的精力 你就不可能成功了 所以我想這也是 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過去很多觀念 真的是 錯了 那麼現在看到了 我們就覺得說 大家 而且 父母親這個觀念 一定要改過來 尤其是 分數是平常的一個方式 不是唯一的方式 尤其不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在學校裡 考多少分 其實沒什麼關係 也是連考那天 考多少分才有關係 對不對 就這樣看 學校考一百分 兩校考五十分 你不能上台大 可是我們現在 為什麼這麼在乎 現在這裡的分數 而沒有讓孩子 有一點實力論 探索外面的世界 我們現在碰到很多的孩子 已經進到大學了 不知道他的興趣在哪裡 我覺得這是危險的事情 那麼 剛剛有介紹說 我那天來講法律系 那個原因 其實是因為我父親 是法律系的教授 我們中文都希望 孩子繼承衣博 就叫我去考 可是他不忘掉一件事情 等我們一出國的時候 天高黃立遠 馬上就改行 我這邊讓各位看實驗證據 為什麼說大腦定型的可以改變 這是一個左腦 這邊是我們的語言中心 運動皮質區 身體感覺區 聽覺皮質 這邊是視覺皮質 我們可以改變成 那有個小女孩 那有個小女孩是新年性的白內障 家裡沒有錢 沒有馬上去開刀 等到她兩歲 家裡存夠錢去開刀的時候 手術很成功 孩子看不見 因為眼睛在這裡嘛 這邊有白內障 光進不來 所以她這個視覺皮質呢 兩年不曾接受過刺激 各位知道我們的大腦 只有三磅 在我們體中的百分之二 用到我們身體百分之二十的能源 她用到她十倍的能源的時候 我們一定知道說 矮人不能頂個大腦 負擔不起 大腦也不可能養容原 絕對沒有外面補習班跟你講的說 你只有用到你百分之十的大腦 是完全錯誤的 你不可能有百分之九十 閒天沒事幹 你一定一不用 別人馬上拿去用 所以日子跟你講實驗證據 這是猴子的五個手指頭 這邊是她的運動皮質區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這個紅的運動皮質區 那我們的大腦如果是這樣子切這一塊的話 這一塊就是我們的運動皮質區 我們的手指頭在大腦的位置是 大拇指、食指、中指、無名指、小拇指 跟外面一模一樣的排列 所以這叫brain map 所以你剛剛所看到的 一呢就是運動皮質區管大拇指的地方 二就是運動皮質區管食指的地方 三就是管中指的 你通通把它找到了以後 把他的中指截肢切掉 使他沒有訊息進去 過了三個月 你再來照的時候 第三個指頭 已經被二跟四瓜分掉了 二本來這麼小 現在變這麼大了 四本來講現在變這麼大了 用盡廢退 才三個月就被人家瓜分掉了 就明顯的看到 那麼 這個是二十歲的大學生 二十歲我們 suppose 如果是大腦應該一定行的 先到實驗室來 掃揚他的大腦 然後呢 叫他去拋接三個球 要丟到一分鐘 球不落地 才可以停止 這要練一陣子的話 因為我們看起來很簡單 其實你全部丟看 就沒有什麼不容易了 所以他練一陣子以後 等到他一分鐘 球不落地的時候 把他找到實驗室來 掃揚他的大腦 是我們的Scan2 然後叫他回家休息三個月 不要摸這個球 再來掃揚他的大腦 是Scan3 我們就看到 已經二十歲的人呢 他的運動皮之區 會因為他在練習變大 會不會變小 非常清楚看到 用這個配配 我們大腦是這樣子的 也就是說 我們看到 林敬江部長 當年所講的 終身學習的神經機制 我們是終極醫生 不停地在 因應外結的需求 改變我們裡面神經的分配 那麼 剛剛那個神經的分配 要變動他的時候 必須要主動學習才有用 背都沒有用 其實我們這邊 所有做的老師人都知道 今天教學 學生一樣看著你 對不對 他的眼睛看著你之後 突然之間 學生微笑起來了 你馬上知道 這個學生在做白日風 對不對 所以不是說 學生眼睛看著你都有用 你要把他動機 拉起來才有用 而這個動機 其實我們現在 目前最困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跟你說 這個人是個電影明星 叫做 Patricia Newell 拿過金像獎 他在39歲的時候 中風 嚴重的中風 他的左腦都黑掉了 因此呢 他的眼睛戴著眼罩 嘴巴不能說話 又為了身體碳掉 醫生就跟他講 你這麼嚴重的中風 你這輩子不可能 再上舞台演戲了 但對著演員來講 演戲是我的生命啊 我不能上舞台演戲 我還活著幹什麼 尤其是剛剛拿到金像獎 在事業的巔峰這樣子 掉下來的時候 非常地不甘願 他的復健 是主動的復健 他經過四年的復健以後 上舞台去也欲望接車 拿到A苗 就很驚訝 對不對 中風這麼厲害的人 能夠上舞台演戲 也竟然能夠拿獎 真的很驚訝 跟各位講 眼睛壞掉是沒有辦法的 他戴眼罩 上舞台的時候 把眼罩拿掉 可是平常都沒有辦法回來的 我今天在你們這邊吃飯 就發現學校後面 其實非常非常地吵雜 那個空音器叫的聲音很大 院長就看到我拼命跑 因為我很怕這個噪音 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的耳朵是個我們一生 就是全身裡面最早成熟 最後離開你感官的一個器官 身體的一個器官 胚胎七個月的時候 你的孩子就聽得見了 在母親肚子裡 他雖然聽得不是很清楚 因為空氣的傳音 跟水的傳音不一樣 孩子不可能在你肚子裡學英文 這是不要想的 因為空氣傳音跟水傳音不一樣 可是他會聽到那個Information 就是母親的聲音 他會認得出來 那個巨量他會認得出來 那他是最後離開你身體的感官 就是我們會看到有老人家 有那種迷流狀態 只有出的氣 沒有進的氣 瞳孔已經放大了什麼什麼 剩你最後一口氣不肯驗 等什麼呢 等他遠方帶孩子 反而想說 爸我來了 那個眼睛才要閉起來的 他是最後離開你身體的感官 那我們也跟學生講 不管這個病人多麼迷流狀態 不能當他的面講說 沒有救了才回家吧 因為中國人喜歡回家去過世 對不對 一講立刻流眼淚 聽得見了 所以我這邊跳出來跟你講一下 等到我回來講這個人 我先跟你講一下耳朵的東陽性 因為這個人耳朵救了他的命 我們現在比較害怕 是因為我們現在年輕人戴ipod 放在耳朵裡 就是睡覺了 聲音很大很大 我又是坐捷運 那個年輕人耳朵裡 那個背層的聲音 我對我都會跳起來 然後這樣子蹦蹦蹦的 那麼代表一個是傷害 現在將到十九歲 所以這個耳朵真的要安顧 因為我們中文不能讀唇 外國可以讀唇 唇語 Lips 以前阿姨沒有聲 老布希寫總統那時候 Re my lips 對不對 老師記得 他不要加稅 預寫他馬上加稅 對不對 Re my lips 那中文沒有辦法 因為你看我嘴巴 爸爸看包子吃包子 對不對 這兩個是同一個嘴型 我們士生抓不對的時候 人家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我兒子八歲跟我回台灣 他原來在美國長大 那八歲才回來的時候 他的國語那個士生講話標準 放學回家在門口 講說媽媽趕快勾個鍋子 趕快勾個鍋子 叫他狠機啊 我就沒有說你這個小孩 你叫鍋子幹什麼 到昨晚你給他個大鍋子 就氣死了 他叫果汁 他叫做士生講話標準 人家不知道他講什麼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其實這個耳朵是很重要的 人家問海倫凱勒 龍跟蝦 你要選哪一個 兩個都好 可是海倫凱勒是 也看不見也聽不見 對不對 人家問他的時候 記得問他的時候 他毫不猶豫說 我選擇看不見 我聽得見 就是聽力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現在跟你講這個事情 他才34歲 是一個紐約的工程師 有一天他要去紐約出差 那麼紐約到紐約出差 那麼紐約到紐約有兩條路 一個是走上面的橋 一個是走海底隧道 然後他就選擇走那海底隧道 就在那邊就跟人家嚴重的車禍 跟人家對撞 對方是馬上就死掉了 他是因為開他們的City Benz 那個鋼鐵很硬 所以撞過來的時候 他是休克 可是沒有死 那個救護車來的時候 一看哇 這麼嚴重的車禍 那對方都自敵破罪 人會有什麼錯誤的觀念 就是一看這麼嚴重的車禍 哎呀哪里還有活的人啊 所以把他拖出來的時候 瞳孔放大了 沒有呼吸了 沒有什麼 這個醫生就跟那個救護車人講 說這個人已經死了 不要送醫院 直接送殯儀館 他因為是兇殼 不能夠反應 可是他聽得見 他說你給我送殯儀館 我不死被你凍死了 對不對 他就馬上用他的大腦 命令他 說你動全身看哪裡可以動 讓人家知道我還活著 他一個非常幸福的命令他的蛋 就從大腦命令他 看哪邊可以動的時候 發現全身 只有左手小拇指可以動 可是蓋在白被當底下 他這樣動的時候 人家看不見 他就感覺到車子停了 被人家推出來 你們把他左腳的血襪脫掉 各位知道什麼 我們活人的名牌掛手上 死人掛腳上 他就聽到一個抽屜拉開的聲音 一邊說 欸 舅 你抬頭我還講 第二次把他扔進去 哇 一定這就像判死刑啦 他說我才34歲 就這樣不靈不白被你 凍死在這個抽屜裡 那我這一路上所做的努力 全部都白費了 我們也知道 當你很想要一個東西 盡了你的權利 就要老是一宣布出來 第一名不是你的時候 你會不由自主的流眼淚 這是一個你不能控制的 所以他一聽到這樣子的時候 那我前面的辛苦全功盡棄 我這一生就這樣子玩了 他眼淚就掉下來 就滴到抬他人的手上 那屍體是不會哭的嘛 所以整個一下子 一趕他伸開 就白被他落下來 就看他屍體在流眼淚 趕快去急救室 打強一聲就救活了 救活了以後呢 這個人就怎樣 自願去殯儀館做醫工 這個屍體來了呢 放在外面 等他糧了再放抽屜 又要發現放不糧 所以他後來就自費到 我那時候在加州大學嘛 到加州大學這種大的醫學院 來講說人命關天啊 你們不能決定 就說這人死了 怎麼說這樣 但我們那幾個地方 哪有這種事情呢 我們覺得不相信嘛 我在台灣我碰到了 因為這件事情有上報紙 我可以跟你講 沒有上報紙不能講 然後那是醫療丟分 就是說有個八字四歲的老太太 糖尿病 那過年的時候呢 這個大家忙著過年啊 就忘掉老太太 還沒有吃飯 結果呢血糖過低 就休克了 各位就知道 為什麼過年不能夠生病 因為大醫師都回下去過年了 那個小醫生沒有經驗嘛 對不對 過年過節都不能生病 甚至連週末都不能生病了 都會有一個問題的 所以小醫生一看 他死了對不對 好中醫院 那你也知道 我們中國人是年二十九 到年初三不出病 各位知道 風降以後就不出病 年初三放鞭炮以後再怎麼怎麼樣 可是因為殯葬業的競爭 非常的激烈 沒有人說把送上門的私利往外推 所以這裡就想說 哎呀沒有抽屜了 但是呢 反正這個寒冬啊 寒又來了 沒關係放在外面 反正年初三就有位子了 就把它放在外面 等到年初三放了鞭炮 有位子空出來 而且抬它的時候 聽說 欸有沒有這人還是軟的 再摸完了還是溫的 這人就表示還活的嘛 就送去救活了以後 就打醫療官司了嘛 那 這個呢 就是跟各位 這個 這個 其實我歷子蠻多啦 所以我們就想說 這老太太就想說 他說 我沒辦法告訴你我們沒有死 你是要哭一再哭 我就不能動啊 又有休克了對不對 那麼事實上 跟各位講 我們中國人有這個 冬天停靈七天 夏天停靈三天 其實是有道理的 剛剛我跟妳講這個好 可是跟我們主廷比較沒有關係 那個 英國有個農夫 在北海打淫的時候 掉到水裡邊去了 然後北海那水很冷 所以為什麼那邊採龍蝦嗎 水很冷 結果起來了以後呢 人家說它溺死了 其實沒有 是一下子太冷的時候休克 那可能人家不知道 說溺死了好 就把它放在棺材裡了 因為那時候是冬天快要過Christmas的時候 所以那個英國人跟我們中國人一樣 家裡有喪事有喜事 親戚朋友都來了 來了以後呢 也跟中國人一樣 都在廚房煮東西吃 因為三次傍晚的要吃一頓 外面下大雪 所以孩子不能到外面去跑 可是這麼多親戚 就是說唐兄弟姐妹都見到了 好孩子就家裡這樣 一直跑一直跑 對不對 那個孩子就到廚房說 媽咪我看到安孔的眼睛在動 我就說胡說胡說 安孔已經死了怎麼會動 另外一講說 媽咪我看到安孔的手在動 每個人對她講安孔怎樣的時候 她的母親就把圍裙拿下來 就走到客廳去看一下是怎麼回事 她母親一跨到客廳的時候 正好這個漁服從棺材裡坐起來 她醒來的話坐起來 哎呀母親一想要拿媽媽去躺 這個呢就是說 當你很冷的時候 你是放到棺材裡 那個室內的溫度 你慢慢慢慢加熱 加熱以後你就醒來了 所以這個我剛剛跟你講說 中國人這個提名的關係就是 萬一椅子修課 那你這時候就有機會醒來 夏天天氣熱嘛 就三天 冬天就停七天 所以這以前我們組中的椅子 有些關係 只是大家不知道 那我這邊特別跟你講 就是耳朵的關係 那個外面很吵雜的時候 你們最好是塞耳塞 如果不是塞耳塞的話 就快步走過去 不要站在那個很大的聲音底下 我跟你講 八十九分貝以上 每增加三個分貝 聽神機細胞死亡的時間減半 等到一百二十一分貝的時候 七秒鐘 你的聽神機細胞就死亡 一百二十一分貝 是噴射機起飛的那個聲音 但是我們中國人喜歡放鞭炮 對不對 放鞭炮的時候是一百三十分貝 一大五公子還有一百分貝 所以這個聲音是很大的 對你們是傷害的 我們看到很多孩子去玩那個八家醬 玩八家醬 最多這是高疲率的聲音會聽不見 所以這邊就是很快跟各位講一下 好 那我們就回頭來講 這個人 他拿了那個那個 Amy奧握了以後 我們把他請回實驗室來照他 為什麼呢 他當年受傷的時候 是電腦斷層掃描 CT scan 是靜態的 照組織的 我們就明明看到他的左腦是黑了 現在右手是左腦控制的對不對 那你今天左腦黑掉了 為什麼你的右手會動 所以呢 有了功能性的了 就請他來 叫他動他的右手 讓我們看看是誰在管他的右手 那今天這個頭影機不清楚 是這裡是紅的 紅的還紅的 我們就很清楚的看到 他的右邊的運動 鼻子區 把他左邊的功能給拿過來了 你知道說身體這個復健是可以的 但是你一定要主動的復健 那麼下面呢 我就讓你來看一下 右手的神經機制 我剛剛跟你說 他跟運動兩個是最增加你神經連結的 那我就想做個實驗 讓各位自己體會一下 這是一張有意義的圖 請各位同學告訴我 它是什麼東西 如果你在我實驗室裡 你這時候整個腦都亮起來 你要拼命從你的大腦去想 什麼東西可以解釋它 我一般會給你五分鐘 五分鐘就足夠了 所以你一旦看到了以後 那個重點在於 隔了五年 我爸你請回實驗室 把這個圖一放馬上看到 這張圖是耶穌的臉 耶穌的臉 不知道你有沒有每個人都看到 眼睛鼻子 活著和身體 眼睛 另外一個眼睛 用他的鼻子 活著和身體 是每個人都看到 看到 一人騎馬 一個人騎馬 帽子披風打的尾巴 後腳前腳馬頭 一人騎馬 一艘輪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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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側面看這個輪船 從淹下面是海水 一艘輪船 這張圖比較難看 這裡面就跟各位說海伯定律 就是神經元A不能激發神經元C 沒有反應 因為他現場沒有連在一起 這個B就是背景知識 剛剛跟你講一個人騎馬 耶穌的臉 你沒有看過耶穌 你知道臉是什麼樣 你沒有騎過馬 你知道騎馬的人是什麼樣 所以在B的幫忙之下 A激發C了 產生運動電位 我們說反走過B 留下痕跡 下一次不要B了 A直接激發C 所以我們不能五年再來嗎 先給各位看 這也是一張有意義的圖 好 看到了以後 我們把它退回去 你看他比第一次容易很多了 神經走過一次了 這是為什麼你坐人家的汽車去餐館 坐三次為了能路 自己開車一次就可以 可是自己開車 自己要經驗的話 要靠時間去換取 我們剛剛講過 人的生命有限 你怎麼用有限的生命 去學無限的東西呢 這時候你要閱讀 把前人的經驗內化成你的 我們這個實驗很重要 讓你看到 我們對於外界訊息的解釋 完全是後天認知的解釋 我們請學生唸 他就唸 十二十三十四 現在各位把眼睛放這邊 我來變他 你注意到我沒有動號 我只出現了AC 比這十三 跳起來變成B 你對於中間這個刺激 你會因為上下是阿拉伯數字 解讀為十三 或者左右是英文字母解讀為B 同樣的訊息 背景知識不同 解讀不同 你們就看到 為什麼要這樣子讀書了 因為訊息是一陣風 我們說話是一陣風 那你媽媽媽你的耳邊風 是完全正確的 就是左耳進右耳出 中間停兩秒 船後水無痕 你必須靠你的過去的背景知識 把這聲音兜住 直到他的訊息出來 所以我給你看這張圖 來他是誰 你知道嗎 你連他的面孔都看不清楚 你憑什麼說他是摩娜麗莎 是不是 我真的要跟你強辯 我說摩娜麗莎的妹妹 你是因為曾經看過 所以這張圖 百分之九十的訊息洗掉了 只剩百分之十 可是對你來講 這個百分之十就足夠了 你就馬上看出來了 我們把這張圖給非洲 不曾看過摩娜麗莎的人 看到老白天 他說娘頭牛糞 可是這是人臉 他看不出來 所以我們常會說 為什麼要看越有力 我們鼓勵孩子看出 你隨便東西接觸的越多 今天這個訊息只有10% 就是很短的時間這樣閃過去 你馬上看到是什麼 而不曾看過人 要花很多時間拼命去看 才會知道他是什麼 所以這真的是重要的事情 尤其是要跟各位講 如果你不知道他是什麼 這個訊息在環境裡面 是有看沒有到 你要找東西 尤其禮拜會被人找東西 你要告訴人家 這東西什麼顏色 什麼樣子 做什麼事情的 他才找得到 不然的話他不知道這東西 什麼樣 東西在環境裡面是有看沒有到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這種經驗 其實是對的 我很快給你舉個福爾摩斯的例子 其實福爾摩斯 我們很鼓勵學生看 他培養你的什麼 推理能力觀察力 福爾摩斯的第一個case 從輪文身家外 有一個空屋 裡面有一個屍體 這個屍體沒有任何的外傷 這個人倒下去死掉了 然後是牆上有血 是噴出來的血 沾著血寫到復仇兩個字 那麼警察來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就把福爾摩斯找來 福爾摩斯跟華生 就在別人現場走一圈 走完以後 福爾摩斯就跟警察說 兇手就齒高 臉很紅 左手的 左手指甲很長 他穿方頭的鞋子 大約四十多歲 那警察聽了都好驚訝 下巴都差點掉下來了 心裡想說 你們不是部級者 怎麼知道人家多好睡 但是因為福爾摩斯很有名望 不敢多問 找他講的話去抓 抓到以後 真的跟福爾摩斯講的一模一樣 這個華生是人家都抓到了 不知道人家怎麼抓得到的 可是各位知道華生也不是傻瓜 華生是軍醫對不對 他是個退休的醫生 你只能說 因為華生的背景姿勢 跟福爾摩斯不同而已 他不是傻瓜的 不是不戴的 所以人家都抓到福爾摩斯 華生不知道怎麼的時候 他只好等啊 等到福爾摩斯破了案 心情好 晚上在火爐前面抽煙斗的時候 他就問他說 你怎麼知道的 各位同學都想著 書的最後一段最好看 福爾摩斯說 你看我們人手排起來寫字 是不是跟眼睛一樣高 各位都寫會黑白 去想一想 當你寫黑白的時候 很自然的寫黑白 是跟我們的眼睛一樣高 我們不會特意踮腳 也不會特意彎下去 就跟你的眼睛一樣高 如果各位家裡 水白的牆壁被人家塗鴉了 你不要生氣說是誰幹的 看他多高 你知道是你們家的老大 還是你們家的老二幹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他說我兩字 比例六尺 九首六尺高 屍體沒有血 牆上有血 血是兇手的 什麼人會很興奮 就噴鼻血呢 血壓高的人也是紅的 然後左手寫字 跟右手寫字 力道不一樣 一看這是個左手寫的字 又要放大鏡 看到牆上有指甲刻畫的痕跡 這個人又是有這個習慣 左手小步子留的比較長 那華生問他說 你怎麼知道這人四十多歲 佛爾摩斯說 三年前下過雨 這地板上就有鞋子的痕跡 屍體是源頭的鞋子 那這個方頭的鞋影就是兇手的 我們人走路 跟我們的年齡有關 老人步伐滿山 小孩子的步伐小 只有壯年人步伐是大的 我今天看這個方頭的鞋影 事故就把房間給跨過去了 這是個壯年人 那為什麼我不說他是二十歲 說他是四十歲呢 因為高血壓是個慢性病 你一定是二十年不好好 照顧你的身體 待會得到高血壓 你就看到所有的訊息在裡面 有背景知識看到了 沒有背景知識 真的將有看沒有到 那你的背景知識 增加你的什麼 觀察力的 不然的話真的有時候 真的將有看沒有到 我們在UCR版的時候 各位知道 美國的醫生每一年都要 清修多少個學分 才可以換這個執照 那醫院的門是最開的 就算你不是用手去 一撞門就開的那種 就是適合病床這樣一推人就會開的 那個時候呢 就是我們每次辦這種 這個所謂就是 類似季秋的研討會的時候 南加州的醫生 就要來這邊登記 上了什麼課給他學分 然後就憑著就換他的職場 所以他們來什麼 我們醫生都不認得了 那我們就有個同學 他就搬個椅子 坐在那個門的門口 有人竟然說 來來來賭 賭這個人內科外科 賭的錢 我們都只賭一塊錢 每天 那麼內科外科呢 人家都覺得五十五十的機率嘛 對不對 內科外科 很多人就跟他賭 他沒賭必贏 就說我們都要去打工 他不要 他憑這個就吃一個禮拜 後來他畢業了 他就要走的時候 他告訴我他怎麼知道的 他說你知道 江山易感本性難以 對不對 人都有職業病 他說外科醫生 洗過手以後就暴胸 外科的水籠筒是用腳去踩的 洗過以後手就 然後就不動了 你做什麼事情 手都不能動 乾淨的這樣子 暴胸了 他說內科是用手去檢查的 對不對 他說今天這個人進來 他用elbow去開門 用腳去踢門 這人是外科 對不對 他的職業病嘛 就我的手是不動的 這樣子 我用腳 這是外科 他說用手去推的 那是內科 你這樣子去看一下 台大醫院的那個門 也是這樣子 一撞就開的 我們就稍微看一下 你這個職業病 非常顯著 那你竟然你演一天 看來看去啊 那是因為你沒有在背景之勢 你沒有看到 那電影要玩的時候 電影不是一卷一卷嗎 他要換新的那個片子的時候 各位據理想 他在右手邊上面 有那個圓圈 這是你有的 我不想你是沒有知道 可是你現在去看 你下次看電影之後 你會看到 看完看的時候 他要換一卷 新的時候 他是開始有這麼大的 人慢慢的變響 就是時間快要到了 那還有多少秒的意思 所以他就把他準備下一邊 下一個那個片子準備好 然後把他放上去 所以我們很多東西是 你知道了你就看得見 你不知道有看沒有見 所以跟各位同學講 有空多看書 你真的是看了書以後 你下次吸取訊息會比別人快 同樣是聽演講 各位知道李遠哲 剛回來的時候 有從國歌會一百萬請一個人到台灣來 哎呀我們那時候 所有的學生 有老師開車 送到學生去聽演講 回來還在寫報告 就發現有人聽百分之八十 有人聽百分之二十 那個差別就在於說什麼 背景知識 所以我們後來就把學生 就說你兩位某某人家來演講 在前一個禮拜 先把這人的配本拿出來 分配給學生看 看還沒有用上台來報告 報告過的人 你去聽就聽到百分之八十了 其實有這樣子的差別 背景知識是很重要的 那下面呢 我就要跟你講一下說 我們剛說閱讀跟看電視 閱讀可以防止阿之寒莫症 我給你講一下為什麼 一開始的時候 是皮巴黎做了一個研究 他說你只要如果五年的書 五年的小區都沒有畢業 你的阿之寒莫症的機率 比文盲少十四倍 因為十四是個很高的倍數 所以它的報告一出來 馬上被人家挑戰 所以你的老人是家居老人的 還是安養院老人 他說家居老人 那就是我們自己的父母 就是我們知道我們自己的父母 一個對付更少訊息的輸入 老人早上起來遞電視 開電視 哪怕他不看 司機就在那邊放著 然後呢 中午就裝個碗 在電視機前面吃飯 吃完了在電視機前面睡覺 如果你走過去說 哎呀阿公最早要跟他關掉 馬上給來 就是說他每天這個影像跟聲音都沒有少 他只是不會看書 所以我們今天要問 閱讀跟看電視有什麼差別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子的不同 那麼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實驗 做了一百個亞民大學的學生 請他盡快的判斷 這個字是不是名詞 那麼這些字全部都是名詞 所以各位一看就想說 頻率我都控制了 你都認得這些字 照講它的反應時間應該全部一樣 因為都是名詞 沒有什麼流不一樣 可是做完了以後呢就發現 茶壺的反應時間比齊柔快 齊柔比房租快 房租比通告快 你問他為什麼 他都不知道 他說你叫我盡快回答 我就盡快回答了 可是我們是知道的 這個茶壺呢 是名詞名詞構成的名詞 這個齊柔跟齊是動詞 房租的豬是動詞 這邊是我們中文的特殊性 兩個動詞放在一起 會變成名詞 也就是說 我只問你是不是名詞 可是你的反應時間 受到了構成他的磁性的影響 就賣下來了 你的大腦有處理 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這我們在生活裡 有很多這樣子的例子 糟糕 到來一圈 好 因為如果要給你看 就是好 我先給你舉這樣的例子 因為我就不講實驗了 你晚上在家裡看電視的時候 有人打電話給你 通常沒有把電話關掉 對不對 有一個眼睛看電視 一個人接電話 這個時候你會說錯話 會把電視上的紙抓起來 偏讓你要講到話 你會說錯 對不對 你再去回想一下 當你說錯的時候 你是名詞跟名詞換 動詞跟動詞換 沒有決別亂換的 你的朋友打電話給你說 欸你說我在大檢驗 別人去逛人家好不好 哎呀不行不行 我已經跟誰誰誰約好了 明天去洗頭 如果電視上打出來的是 宇宙蓮宴請五頁院長 我說不行不行 我今天宇宙蓮約好去洗頭 你不會說我跟五頁院長 為什麼呢 你知道你要抓的是一個 三字的專有名詞 就是你的大腦自己知道 你不會亂抓的 但是如果電視上打出來的是 陳水扁 宇宙蓮 五頁密盤 這時候兩個都是三個字 我們都是專有名詞 你還是只會講說 不行不行 我跟宇宙蓮約好去洗頭 你不會說我跟陳水扁約去洗頭 因為洗頭是跟女生的事 你下次自己也注意一下 當你說錯話的時候 其實你抓的那個字是有規則的 也就是你的大腦已經知道 你要抓些什麼東西了 我剛剛本來要給你看那個實驗 就是我們會看到說 大腦他接觸這個字的一刹那 這個字所有的我們說component 就是一旁 身旁 它那什麼什麼全部被分解出來 你馬上做dicompose 那麼另外一個很 就是我們神經是怎樣呢 就是我們說叫的虎牌反應 第一張虎牌倒下的是第二張倒 第二張是第三張倒 就還是有連的通通會活化起來 而且我們的神經回路是啟動了以後 不能自己關掉 像一個灌溉的溝渠一樣 水扎門一開 好 水就流下來了 任何跟它有關的都會流下去 但你水沒有了就自己停掉 你不能中間把它弄斷 這是為什麼憂鬱症的人 人家說不要這樣想啊 沒有用啊 它神經已經啟動了 非得鑽油腳尖 鑽到裡面去就出不來了 有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社會上 也有這種例子 我相信你們一定有 就是在市場通常小學同學 人家叫你啊 哎呀糟了 你不記得它叫什麼名字 你記得它在哪個位置上的 我們一般是人家叫了出你的名字 你沒有這個勇氣說 真是對不起 我就忘了你是誰了 有的不然是假裝認得它說 哎呀好久不見啊 你好嗎 那拿你高救啊 你一邊寒暄 你會在想說這個人是誰啊 是不是 你會發現喔 如果在五分鐘之內 沒有講到他是誰 你會膽怯 你自己知道再講下去要落馬腳了 所以你要把談話切斷 哎呀真是對不起啊 我家還有客人等著你下鍋的 我先回家了 回到家試過境遷不想了 對不對 你會發現 兩三天以後 睡到半夜 就突然坐起來 想到他的名字了 你會一定有這種經驗呢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就是當場在市場的時候 你所有的神經元 你的設計 engine 你的Google都在動 大出來幫忙想他是誰 因為神經回路的活化 需要時間 你沒有給你自己時間啊 你害怕啊 你關掉了對不對 市場也是名字關不掉的 你回家做別的事情了 他已經啟動了在底下走 我們生活裡面 跟很多 有很多跟我們同年有關 他這個名字得到足夠的音符 就是一個船一個一個船 最後超越臨界點就出來了 是不是 所以我們在實驗上很清楚的看到 我們用眼洞儀來測 想一直讀書 眼睛過去了 可是他剛剛看到那個字 比方說是光 就馬上啟發 一連神經回路 光明光亮光棍 各位當然知道 光棍不是光的棍子 就像風流不是風在里 所以他今天 光明光亮 光亮這樣子成語 組合詞這樣往這邊走的時候 這個光棍就會馬上啟發 跟光棍有關 可是跟光明沒關的 像說王老虎結婚 媚婆丈母娘什麼 跟這樣子的東西出來 那麼媚婆在我的年齡 想到大聖婆 大聖婆想到劉心卿 你從光明光亮到劉心卿的時候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 觸雷旁通 舉一反三 各位馬上看到 為什麼樂有跟創造力 同一個神經機制 所以我們常會講說 一個有創造力的人 不是最聰明的人 他是支援最多的人 就是他的閱讀很廣 懂得把這些東西拿 綜合起來 就是兩個不相關的神經回路 碰在一起 活化了第三條回路 就是我們所謂的創造力 所以你真的看到說 閱讀有這樣子的關係 要避免避免在推閱讀 那我也跟你講一下 你為什麼會記得 這個童年坐在哪個位置上 不記得他叫什麼名字 各位同學應該有這種經驗 跑田動田的時候 你不知道答案是什麼 記得他輸在右下角 這個原因就是 凡是跟我們生命有關的 都不花你的力氣 我們身上有對於地點 記得很清楚的基因 為什麼呢 我們的祖先來這邊打水 如果碰到老鼠 第一次被牠吃掉 第二次絕對不能再來 再來夜路走得多 碰到鬼 被老鼠吃掉了 你不能成為我們的祖先 對不對 所以我們身上都有對於地點 記得很清楚的記憶 尤其是你會看到 你在這邊撿過一百塊錢 你會常常回去看 還有一百塊 雖然你知道這個機率很小 千萬分之一了 可是還是回去看 為什麼呢 我們的祖先在這邊 採過很甜的薑果 他一定要記得哪裡還有 明年再來就有東西吃 所以我們對於這個好處的地方 是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 我在念法律系的時候 我們老師說 你們一生都不可以有任何的把柄 都在別人手上 他說因為勒索 勒索是 他說勒索你絕對不可以給你 就像郭台銘有人一樣勒索他 就把他把他公布出來 他說那是個無敵洞 不管他怎麼樣跟你寫切結書 說我怎麼怎麼樣 我拿了你這個 我鄧香菲 拿了你這個多少錢 什麼什麼怎樣的 沒有用耶 他說你錢一花光 他的大腦就跟他講 那邊有東西吃 他就會去找了 這是一個大腦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很驚訝 是我們老師並沒有學過這個 可是他從他的經驗裡面 他就看到 他說謀殺案裡面 預謀的謀殺案 你百分之多少多少 就是因為勒索 你一直來勒索我 我給你錢 我給你錢 到最後我已經被你炸乾了 你還在跟我要錢 我已經沒有錢了 你告訴我說 你要把我expose出來 那我被你expose 我也是死 那我就把你殺掉 一命賠一命 至少我死的時候很甘心 我們就看到一件事情 真的在執行死刑的時候 那個把那個勒索的人 殺掉的那個人 去行堂的時候 就面帶微笑了 就至少是覺得說 我今天去社會出了一個害 那我反正是要被你弄 那我現在就整個怎麼樣 所以這一點是 我們一直覺得說 在學校裡 我們應該盡量教孩子 社會上的事情 那個知識 說實在 我們現在都是一直在塞知識 我覺得那個知識 最不好的地方就是 因為它會變 我念書的時候 你忘記是九大行星 各同學比我年輕的一倍 你念書的時候 還是九大行星 現在不是了 對不對 那我剛才也講過 我念書的時候 生物的家長現在被推翻了 什麼什麼 知識會改 但知呢 只要你是人的社會 那個核心的價值觀 忠誠正職 公平正義不會改 所以我們今天要教 其實是這個東西 結果這孩子 譬如說書讀得很好 人品不好 沒有人敢用它 你還記得那個 那個履歷事務所有一個人 叫做劉偉傑 誤論那個成長 31的那個人 去想想 我們有學生很羨慕他 說老師啊 他每天花十萬塊台幣 這輩子花不完 因為那人才32歲 他把他算一下 這個人假設他活到80歲 他每天花十萬塊錢 他花多少花不完 我說你怎麼那麼傻 他那十萬塊根本花不到啊 因為你今天做這種事情 你身上有這麼多錢 黑道白道都在找你 對不對 懷必其罪嘛 你怎麼可能用得到 你連家都不敢出去了 是不是 所以這邊的時候 我是一直覺得說 這個 在教育上 因為我有一些看法 所以剛剛 老師來講說 我一天跑多少場 這裡面有一個原因 我是覺得說 我們在趁孩子小的時候 有很多人生的經驗 要告訴孩子 不要等到他後來 後悔就來不及了 是不是 好 那我們先把這個講完 我要跟你講一下 因為我們在台灣現在 如果沒有創造力 你不能跟人家競爭 在世界村的時候 國際村 什麼世界村的時候 你這個東西發明出來 一個禮拜之後 仿冒比出來了 並且做得還好 所以這個呢 創造力是沒有正確的答案 我稍微給你看一下 美國怎麼做 那我們怎麼樣 可以培養我們的創造力 這個是美國創造力的 稱嚴題目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 它沒有正確答案 它的做法 是我把這些圖片給你看 那麼90%的人怎麼講 百分之10的人 他認為是有創意的 所以第二張圖呢 很多人都說 一朵花一棵樹 有一個小朋友說 一個幫忙堂爆炸 另外一個小朋友說 撞球開球的時候的樣子 他們家開撞球場 就是你會看到 我們的想像力 受到周邊經驗的限制 但是當你打開書的時候 你一打開書 真的是五眼伏見 你超越了時空的限制 所以我這邊很快給你 舉幾個例子 來 各位同學告訴我 這張圖你會怎麼講 很多人會說 意大利香腸的pizza peperoni pizza 三明治啊什麼 這個小女孩說 刺蝟的尿片 對不對 你瞎嗎 刺蝟的尿片 這張圖呢 他說從運鈔票的車裡面 看艾菲爾鐵塔 對不對 運鈔票是個小縫嘛 從運鈔票的車裡面 看艾菲爾鐵塔 哎呀 你就好驚訝了 他就問他說 你去過巴黎嗎 看過書嗎 看過艾菲爾鐵塔嗎 他說沒有 我看過書 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說 打開一本書 打開一個世界 當你看書的時候 你真的就立刻超越 時空的限制五眼伏見 他的想像就比別人大了 那像這張圖 各位會怎麼講 很多人說掃把呀 太陽東升呀 什麼什麼 這小孩子講啊 一個蜘蛛在座單手操 那這張圖呢 他說艾斯基文人的公寓 很厲害齁 艾斯基文人住冰屋嘛 結在一起 他說艾斯基文人的公寓 那你也是問他 去過阿拉斯基文嗎 看過伊古文嗎 沒有 我看過書 他跟人家最大差別在這張圖上 這張圖是個眼睛對不對 每一個人都說眼睛 只有他一個人說 細菌眼睛裡的科學家 各位知道什麼意思嗎 倒著看嘛 對不對 從細菌眼睛裡看這個科學家 管你再有名 就是一個眼睛被顯微鏡遮掉一半 他能不能從別人的觀點來看事情 一般人只能從我們的觀點看出去 我們看到說有看書跟沒有看書 最大的差別在他有同理心 能夠從別人觀點來看事情 那麼這在我們現在很重要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國中 有很多的這種意外 所謂的惡作劇 惡作劇的時候 孩子就是認為說我捉弄他 都沒有想到這個東西的後果是怎麼樣 為什麼呢 不能看過書 不知道別人會痛 也不能去想像說他的後果是多嚴重 各位一定記得四年前 有一個孩子把剪刀放在人家的椅子上 記不記得 一坐下去剪刀過路直腸 就孩子進來做人工肛門 另外一個是把椅子拉開來 腰受傷有沒有 還有一個是怎麼最近發生的 用彈弓石頭去打鳥 反正就好生氣好鳥 好好的幹嘛去打牠呢 那技術又不好 鳥沒有打到 把站在樹後面同學的眼球打出來 所以這個孩子現在在蘇田醫院裡面 那你就看到這些孩子都嚇得半死說 哎呀老師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只是要嚇他 我只是要二桌球 我只是要幹什麼 可是你跟他講 你已經十四歲了 你十四歲的孩子 怎麼不知道剪刀是個利器呢 對不對 剪刀我們小時候看那個廢工兒赤虎 來來來 也不能知道什麼叫廢工兒赤虎 真的很奇怪 就沒有人知道 明朝末... 明朝要亡的時候 然後李自成打進那個... 那個明示東西上吊 不是在梅山上吊嗎 他那個... 那個公主不是死了嗎 那個工人就是廢工兒嗎 工兒就是工裡面進廢嘛 他就要報仇的時候 他就把那個公主的衣服拿來穿起來 然後就假裝他是公主 他本來講去刺殺李自成嘛 結果李自成沒有要他 就把他賞給了一個... 一個什麼將軍 那個姓俊羅還是姓俞 就是他晚上的時候 他就把他灌醉以後 就拿剪刀把他殺掉了嘛 廢工兒刺虎啊 哇 你們都不看這些東西啊 那你們會看什麼呢 這個是... 至少是我小時候 我爸爸就是有一些這種 中國人這種... 很小看 所以我知道剪刀是個利器啊 你再怎麼樣的時候 一把剪刀就是很厲害的 是不是 所以你怎麼可以把他放在椅子上 讓人家這樣子做 人家覺得說 哎呀 現在孩子不看書 就是不得了 好 那下面就跟各位講 今天創造力很重要 對不對 你不需要上補習班 在生活裡可以培養 怎麼培養法 我給你看這個人 請問有沒有人知道 誰是Gary Larsen 在美國非常非常有名 是公認最有創意的人 畫卡通的 才34歲 退休了 全世界報紙都連在他的卡通 包括我們台灣的China Post 他就說 每個報紙給我一分錢的百歲 是不是都不進來 是不是 他是公認最有創意的人 所以他在他的字段裡面講 他說我小時候家庭很窮 當那個Star Wars來演的時候 他說全美國的孩子都看過了 就我一個人沒有看過 他就跟他爸講 爸 給我三塊錢 讓我去看電影 他後期就跟他講 最好的娛樂在你腦海裡 怎麼樣外球呢 他說來 我們來玩圖畫 接著我們的遊戲 這個就是跟各位講 一張紙 一支筆 只要超過三個人 每次出來答案都不一樣 這是一個訓練 創造力很好的一個方式 他後期就先用粉筆 他們家連紙頭都沒有 粉筆在左上畫了一個方塊 說It's a box 他的哥哥就接著畫 說It's a football field 第三個人就畫 說Music's land 第四個人畫 Live ball 他是第五個 各位稍微想一想 你要怎麼畫才能夠連得下去 連得下去就輸掉了 他這樣子畫 他說媽媽在彈緊身褲 那他歪腰在穿這個 不是很像嗎 對不對 你現在把他放過來 就發現這孩子的空間覺感能力 非常的好 180度就轉下來 他就想 他說小時候啊 放暑假 別人很痛快 他很痛苦 為什麼呢 沒有玩具 就是沒有玩具 沒有不上學 沒有人陪他玩嘛 他就跟他爸說 Boring Boring 他爸說怎麼會無人呢 媽媽有這麼多東西可以你看 他說都看過了 他爸問他 有沒有到頭摘頭上下看 頭上下看這點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說 他父親從小訓練他 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同一件事情 各位知道 這就是我們對於創造力的定義了 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同一件事情 所以這真的真的 就是說我們在神經上有看到 在孩子生下來以後 因為他原來在大腦裡 出生的時候 他大腦的神經元 比他這一輩子要用的來 還多了很多 也就是說 大自然不知道你要生下哪個環境 所以我先給你很多 好像我們在做雕刻的時候 我們不只能看到人家是什麼 小石頭把它堆成一個大的東西 就是把一大塊石頭把它切掉 所以大自然會給你很多的神經元 然後你出生的時候就看 你要用這個不要用那個 就把 凡是有跟人家連結的就會留下來 沒有就會把它刪減掉 是不是 所以在孩子小的時候去探索 去經驗 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才說 一個最有創意的人 不是他的資源比別人多 他每個人都是一個腦袋 他懂得把資源匯集起來用 他的背景知識最廣 他今天就能夠出雷旁充 那我給你看一下 我們為什麼人不習慣盜著看東西 這張路是蒙嗎 這張沒有錯 可是你去看一下 他有什麼樣不對勁 對不對 對 好 你去想想看 他如果把它擺正的話 表情是什麼樣 我們剛剛在這樣子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的時候是為什麼呢 我們到哪裡有處理臉型的地方 叫Puciful Jarrus 在右邊 有處理臉的地方 但是因為人都是用腳走路 不曾用手走路 所以我們不曾看過人家倒的臉 所以大腦裡面 對於臉的處理是Holistic 是正向的 他沒有辦法把它這樣弄過來 所以你把它這樣看的時候呢 你知道它是人臉 你也知道它的五官什麼都在 但是你就是沒有辦法把它這樣 哦 原來是這樣子的表情 所以這個 我們人還是一個演化來的 好 那麼在下面呢 我就要跟各位講 我們今天要讓 我們做看到閱讀這麼重要 對不對 可是我們把孩子引進閱讀的門搜 為什麼沒有這麼容易 最主要是什麼 說話是個本人 閱讀是個習慣 一個孩子放在正常的環境裡面 沒有人家他說話 他會說話 一個孩子放在正常的環境裡面 沒有人家他閱讀 他是文盲 因為文字的發明 才五千年 就人類的歷史上來講 太短了 短了來不及 coding到他的基因上頭 對不對 所以那個 大腦裡面有語言中心 說話的language center 在我們左腦前去 大腦裡面沒有閱讀中心 我們一定要閱讀的時候 真的叫做Miracle 也是很多地方這樣子抓起來 共同起來才可以變成 就是說你的後腦 視覺筆子進來 透過那個 vindicated area 到什麼地方 到什麼地方 這樣子整個 最後你會閱讀 他並沒有一個center 就在這邊大家來處理 因為閱讀時間太短了 所以他如果是一個習慣 或是一個本能的時候 像李光雅講的 那你就要從小訓練了 李光雅講說 在21世紀 新加坡的人要跟人家競爭 他還有兩個能力 一個是快速吸取訊息的能力 然後閱讀 眼睛看字 一分鐘看668 耳朵聽話 各位知道眼睛看字是平行處理 耳朵聽話是序列性 sequential 那個字和字中間 還得有個空白 如果沒有空白的話 字久在一起 你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像我來講 我還希望能夠講得更快一點 因為今天東西很多 可是我知道 我可能講到這邊 就是你耳朵的極限 你當然聽我講話 久一點以後 你會練習 可是在現在目前來講 我不能再講得更快了 那我講這麼快 250個字 所以講話 只有眼睛看字的三分之一 更何況一般人講得更慢 我現在一分鐘講165 那個陳水扁他講130 講得是很慢的 可是我們眼睛看字就看很快 所以李光耀講 在21世紀 你要有快速續續續續的能力 要新加坡的國民閱讀 第二個 正確把自己意思的能力 這個是我們現在非常需要訓練的 所以 在把那個孩子帶進閱讀的門的時候 我們要花一些功夫 因為他不是一個自然的事情 在花功夫的時候 我們馬上看到 從動機著手 我們必須知道 男生女生喜歡什麼東西 從他一直才會有效 先跟各位看 這是男生的腦 說話左腦前去亮起來 這是女生的腦 說話兩邊 這個功能上的差異 來自於結構上的不同 這個叫扁殖體 Hobes Colossum 連接兩根腦半球的 百萬以上的纖維素 女生厚男生薄 肉眼看到差異了 那我們就知道說 情緒在右邊 語言在左邊 當我的橋很大的時候 我左到右 右到左 我可以跑得很快 我們會真的看到 女生比較會把她的情緒 用語言的方式表達出來 我們看到先生太太吵架 先生講一個字 太太講十個字 先生講說你你你你你你 你那這邊說話 全部講完了 所以在實驗上有看到 女生聽力比較敏銳 對痛比較敏感 對痛的忍受度比較強 所以外國有一句話 說這個世界上 靠男生來生小孩 地球沒有人類 然後女生呢 對於人臉 他的表情的辨識 比男生快 快了千分之二十秒 就是說你一說說話 女生就看到了 不要再講了 他生氣了 男生是你都期待要拍桌子了 他不知道你幹嘛要生氣 那我們在實驗上 有很清楚的看到 同樣的情緒圖片 給男生看看女生看 同事掃描她的大腦 就發現 比方說 負面情緒圖片 男生在 右邊的M1個人會亮起來 女生在左邊 而且血流量什麼都不太一樣 你會看到 男生比較看到是整體 女生看到是細節 所以你會看到一件事情 很多夫妻的吵架 其實可以避免的 假如你知道是怎麼回事的話 你就不要再生氣了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女生 有話不只講 用那個拐彎抹腳 用暗示的方法 明明是結婚戒日 她要到了 她就覺得說 我聽你做了一年免費老媽子 你明天要帶我去看電影上館子 你要怎麼怎麼來慰勞我 她就不把話講出來 她就把結婚戒指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就希望先生走過去 看到結婚戒指 就得到結婚那一天 她想說快要到了 再來怎麼怎麼樣 她就沒有想到 她先生說 你怎麼搞得結婚戒指亂放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樣子的時候 我們說 你不要寫小條子 什麼貼在什麼床頭櫃上 那是看不見的 然後大大的條子 貼在冰箱頭上 說明天結婚紀念日 一訂餐廳 二買鮮花 那麼我們看到最顯著的差異 其實在小孩子的時候 各位注意到 你幼稚園的美眉 用紅色黃色 非常新鮮的顏色 畫蘋果房子 媽媽牙娃娃 畫名詞 你們家的兒子 用黑色或咖啡色 畫汽車香狀 小人打架 火箭上月球 畫動詞 就是女生畫名詞 男生畫動詞 你會看到這個 然後你也會看到 男生女生玩的玩具不同 我們過去認為是社會之約 後來耶魯大學 把男生愛女生的玩具 通通丟到猴子籠裡面 猴子是沒有融化的 猴子爸不會想到 兒子你是公侯 不要給我摸這個 她就一樣觀察到 公侯玩男生的玩具 母侯玩女生的玩具 然後母侯會玩公侯的玩具 公侯不會去玩母侯的玩具 你們家的妹妹玩她哥哥的汽車 你們家的兒子 很少摸她妹妹的養娃娃 你會看到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她不是後天是先天 那麼先天從哪裡去找呢 剛剛講過顏色不同 我們就到四網羅來看 我們的四網羅有兩種感受體 一個是椎細胞 一個是乾細胞 一個是空 一個是Rod 椎細胞是處理顏色的 集中在中央小窩的附近 這個乾細胞是黑白 在周邊的地方 在這個層次上看到有不同 再往上到神經回路 這個V1是主要視覺皮質區 往上走到剛剛我們說 那個Einstein很強的管空間的地方 叫做Where Pathway 往下走到涅液 叫做What Pathway 男生只要路到 女生只要路到 也是顯著的差異 那這個差異 在細胞層次上就有看到 男生比較多的是Magnol大細胞 女生比較多的是帕帕小細胞 那你看到這個報告的時候 你馬上了解一件事 女生問路 問女生才有用 一問男生 他也告訴你了 有聽沒有懂 白費力氣 女生會給你用的是 顏色和地標 女生會告訴你說 你往前走 看到Servive 11就右轉 看到麥當勞左轉 那你的右手邊 那個白色的教堂 後面那個紅色的房子 就是你要找的 顏色和地標 男生便利用距離和方位 他說中正路走5公里轉東 很多女生不到5公里多遠 很多女生都南西北部分 所以你就問他 他也告訴你了 這個資訊隊員長不好用 那另外一個顯著的差異呢 就是女生開車 用後面有人安喇叭 馬上檢討 我是不是歪掉了 為什麼浪假安喇叭了 男生都認為 這喇叭是安別人 跟我沒關 所以我們把正常的大學女生 請到實驗室來 躺在核赤共振裡面 讓她想個悲哀的事情 她就想 哎呀男朋友屁腿 跟男朋友吵架什麼什麼 一下子 各位看到她的腦 整個都亮起來 連小腦都亮 叫男生躺在核赤共的裡面 做同樣的事情 只有3點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呢 女生不要天下為己任 凡事不管你的事情 不要搞到你身上來 為什麼 女生得憂鬱症的機率 比男生高5倍 女生憂鬱症多 那我們今天也知道 男生製造Sheritone的速度 比女生快 Sheritone加血清安 或血清張數 它跟我們的情緒是直接的關係 也就是說 幾乎所有抗憂鬱症的藥 都是阻擋血清張數的回收 使她在大腦裡比較多 也不會憂鬱了 就是這個跟情緒是直接的關係 那現在看到男生製造Sheritone 比女生快百分之五十二 所以你會看到這件事 先讓太太吵架 那太太還氣得半死 先讓夫婦大睡 對不對 對她來講 這Sheritone出來情緒已經好了 我就睡著了嘛 太太就這樣氣不過 我還在生氣 你怎麼可以就睡著了呢 就挖起來再吵 這個挖起來再吵 就是後來要打架 因為睡著的人 被人家挖起來平息都不好 所以我們就看到 顯著這種差異的時候 我們其實來講 今天男女平等是爭什麼 同樣的薪水 同樣的機會 可是不是這樣女生做男生的事 是每一個人做每個人 最擅長的事 管你是什麼事我不管 可是你要做你最喜歡的事就是了 因為我始終認為 人就有做自己 最喜歡的事才可能成功 可是我們法律要保護我們的 就是同樣的機會 同樣的薪水 所以下面跟你講說 好 你看到男生女生不同了 你怎麼把這個小孩子 這樣引到這個閱讀的門來 各位一定知道 一二年級叫做learn to read 學習閱讀對不對 三年級以後把它倒過來了 叫做read to learn learn to read 和read to learn 只是一個字的倒過來 它的意思完全不同的 他說小孩子的時候 我要引用你進來對不對 好 我今天用繪本童話 字很少 圖片很多 任何人拿到這個圖 圖畫書都憑著我的經驗 來講個故事什麼什麼 孩子最喜歡聽故事的對不對 好 把它引進來 三年級以後 他說已經有了閱讀的能力了 前面兩年在學這個了 現在書的沒有圖片了 你要把閱讀當作工具 打開人類知識的門了 所以它變成read to learn 這倒過來一直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在美國的時候 你會發現 一二年級的時候 隨便你要看什麼書 老師讓你自己去看 因為我要把你引進來 要讓你養成看書的習慣 可能三年級以後 他們就開始有些經典的書 一定要看你要怎麼怎麼樣 老師就要想辦法來引誘孩子 進到這個閱讀的裡面去了 所以跟各位講 我們過去真的不知道 有這樣的差別 女生喜歡聽故事 男生是非故事的耶 顯著的差異 可是你可以去洗箱看 因為女生真的很喜歡聽故事 那男生差別在哪裡呢 好 我兒子小時候 我不知道 就把隔離通話給他聽 因為他聽到一半的時候 爬起來跑掉了 我就把他抓回來 他就說媽媽 那都是假的 沒有公主王子這回事 都是假的 他要聽的是什麼呢 怎麼樣坐飛機 怎麼樣坐炸彈 實際上動物去做了才要的 就顯著的差異 其實他後來到九年級的時候 他換了一個老師 這老師真的非常的好 很有經驗 他在開學第一天 就把我們家長找去 他說我有二十年的經驗 他說我 這個這麼多年來 都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男生女生 和同樣一本書寫出來的 讀書報告不一樣 他說女生呢 會A4的兩張子 Single Space 咪咪媽媽媽 說哎呀 他們要看那本書是蒼蠅王 Logo Fly 這邊的同學一定看過 他說他們就會寫啊 說他們到荒島啦 怎麼辦呢 這輩子看不見媽媽了 我的衣服都破了 我現在什麼什麼東西 啊什麼 就寫了一大片他的心情 他的感受他的 他說同樣故事給男生寫半張子 一群小朋友坐飛機去哪裡 飛機四次 他們到荒島 都死光了 他們都沒有 所以 他說為了要使男生把書看進去 他今天出的作業是不同的 所以他叫我們回來 不要疑心說 哎呀老師偏心啊 對誰比較好對誰不好 他說沒有 我說我看 依他的這種脾氣性 我們說一台師匠嘛 出不同的作業 我回來看的時候真的有這樣子 第一個 我的確看到我的兒子 他們一學期看十四本書 社會課看十四本書 就是每個宗教每個種族看兩本書 所以今天拿到這個書的時候呢 我就看到我兒子 先去看主角是誰 那後面去看死了沒有 如果說死了 就不好看了 對不對 如果沒有死的話 哎呀就看不下去了 那時候他們要看那個小婦人 Little Women 我想我們女生都覺得好看得不得了 對不對 我們看得看不下去 他說我們媽媽 四個女生 等下媽媽五個女生 從頭到尾 什麼事都沒做 他的心情跟我們女生 真的是很不一樣 所以那天 就是要讀Logal Fly那天的時候 他就回家 好高興喔 跟我找到媽媽 我們老師對女生不好 他們也讀出報告 我們不要 我們只要做個倒的模型 交進去就好了 得意的不得了 你們老師已經跟我們講過 所以我們做預防針先打 如果沒有的話 家長都跳起來 為什麼這樣子 這種男性有什麼什麼 就會講一大堆話了 他先講過 好 我們就來觀察 他們搬四個男生到我們家來 要做這個project 為什麼四個男生呢 老師說 你們出社會以後 是團隊的社會 現在是團隊的社會 對不對 他們從五年級開始 所有的project都是抽籤 而且不是很規定 不能夠說每次都跟誰抽籤 全班人都要試著跟不同的人一起合作 那美國的孩子都沒有什麼叫面子問題 一抽 老師我不要跟他 上次都是我在做他在看 分數要給他 我不要 老師說不可以 你出社會以後 不能挑你的同事 不能挑你的老闆 各位想想看 我們不能挑我們的同事 我們老闆說不定還可以 就是老闆我就不幹了嘛 對不對 你不能挑你同事的時候 那之後老師說 教育為學生出社會做準備 今天你越不喜歡他對不對 我又要你跟他統一組 要跟他到最後 你能夠跟你不喜歡的人一起共識 我才讓你換別人 所以我兒子很早就學會 不喜歡誰絕對不可以講 一講這輩子就跟他了 他們就四個男生到我們家來啊 把我的泡茶的茶飯拿出來 把一點衛生紙丟到水裡面去 撈起來要做導動模型了 這個時候發現書上沒有地圖 就要看書了 孩子也很驚 這本書兩百頁 幹嘛每個都看 除以四 每個看五十頁就好 可是他看的時候就很仔細 他不能夠像過去隨便翻過去 因為你要畫座標 畫座標是要動腦筋的喔 早上起來去哪裡找什麼東西 太陽照 太陽從東邊出來 我的影子是朝哪裡的 他怎麼怎麼樣 要看得很仔細 一邊看書一邊在那邊畫 這個東西可能在哪裡 可能在哪裡 這樣子 路看完了以後 四個人聚在一起 要定那個位置了 就發現有矛盾的地方 因為這本書又不是給你做地圖的 對不對 作者寫到後面去忘了前面講什麼了 就有矛盾的地方 那這前面說 不是不是不是 我看的不是這樣子 前面要去看後面的 後面要去看前面的 他們來來後面看了三遍 才把這個地點決定下來 可是很奇怪 是交進去以後還是很高興 老師對我比較好 沒有叫我看書 所以我們說 今天你把學生帶到這個地步 高招 我怎麼呢 他不知不覺把這本書 全部看進去了 尤其是隔了十一年 他現在二十五歲了 在美國念博士了 我有一天 這心裡有來找 打電話問他 說民眾啊 你還記得什麼什麼 他的第一個本意是 呀我不喜歡這本書 在我本來去裡面的期間 通通都記得 因為經過腦筋的仔細去思考過的 所以我們說 那個不可教的孩子就在這裡 你在去年五月十號去美國開神經學會的時候 那個這是我們過去神經學會 巴金山鎮阿茲海默鎮 去年是第一次有很大一個Session 叫做Brain and Education 腦跟教育的關係 他牆上貼到很大的標語 If the learner has not learned the teacher has not taught 孩子沒有學好 老師沒有教對 怎麼是這樣子 你看我教有人會有人不會 會我教的對不會 比較笨比較難回家沒有做教課 他說不是 今天每個孩子都有長處 你用心掌的眼光看你的孩子 你會看到他的長處 從他的長處切入 他說沒有不可教的孩子 今天的孩子沒有誕起來 他說你沒有花足夠的時間 把孩子的長處找出來 哇我們聽的真的是 不是大吃一驚 可是後來發現真的是對的 我很快跟你舉個例子 你就真的發現說 每個孩子都有長處 我們今天做老師的 做家長的責任 是把孩子的長處找出來 把它放對地方 你聽過那句話 沒有什麼叫天才 放對了Niche 讓他能力能夠發展出來 就是天才 我是1992年回台灣的 那時候剛回來 是在中正大學教書 我回來之前有人告訴我 哎呀民雄偏僻啊 鳥不聖誕 我回到民雄去一看 連鳥都沒有 真的是很偏僻的地方 那因為窮鄉僻啊 新的觀念就進不來 就我兒子的班上就有個同學 他就是怎樣 失讀症 Dyslexia 不能讀 你念給他聽 他會做 眼睛看是沒有辦法看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是個基因上的關係 跟我們的染色體 2361518是有關係的 艾迪森 阿因斯坦 丘吉爾 洛格斐勒 都是閱讀障礙者 尼歐森 洛格斐勒 你去想 洛格斐勒家族的繼承人 今天他不能閱讀 他的爸爸不知道 請多好的家教來教他 他是沒有辦法讀 那是基因上的關係 他最後學點字 他今天 他做女媒體部長的時候 不是一天晚上要演講嗎 怎麼辦呢 學點字 有時候怎麼在這邊點的 現在還活著 有閱讀障礙就是李光耀 是不是 那所以今天這個 這個其實我們覺得說 有什麼問題 真的不是問題 是因為 像李光耀講的 上面都很公平 給你開個門 給你關個門 給你開個窗 李光耀自己講 他說他的記憶力很好 他的演講稿 他太太寫 寫完 兩遍給他聽就會背了 他說好的演講者 眼睛要看聽眾 不是拿著搞念的 對不對 要看聽眾 今天他自己 他的演講很友善 真的是這樣 所以這其實 有任何的問題 就是我覺得那不是問題 看你怎麼去看 真的是 有的時候 甚至是一個 我等一下講這件事情 就曉得了 白癌這個同學 不能讀的時候 他每天手被老師打 總到兩公分高 真的好可憐 他很不忍心 一直去跟老師說 老師不要打他 不是他不會 不肯做 他是不能做 他不會做 老師說他不肯做 家課當然就不會 打了就會 講些很多人 就是有人打了就會 所以後來我就跟他的爸爸講 我說你孩子很忠厚 如果是我 你每天打我就跑掉了 我還在那邊坐 那邊被打 更何況 他的數學文件也 他聽他是會的 這孩子不是笨的 叫他說 叫他學一個手藝 當然有辦事的 那時候家裡 有個很有名的總副師 大師傅 就拜他舍父做足利了 到後來又有餐飲學校 以前是沒有餐飲學校的 有餐飲學校出來的時候 叫他去考 因為什麼呢 進了餐飲學校 最後給我個證照 那個私立學校剛剛成立 招生不足 可以跟他講 同時我跟教授說 不要比那種口試 那孩子就進去了 那等到1997年的時候 我就到台北來教書 我就沒有再跟孩子聯絡 等到後來 我先生做教育部長的時候 有一天 史丹夫大學的校長來了 我今天就請他去跟 朋友名的五星級飯店吃飯 那間菜長得非常的好 向來就要求 跟那個大師傅照相 出來是這個孩子 可是我不認得了 長高了以後臉拉長了 那孩子長大了 我這個面目就改變了 我不認得了 可是他認得我 為什麼呢 我們到這裡明明 沒有什麼可變了 後來我去那家吃飯 我點兩個菜 我吃十個菜 他會說 老師這是我們大師傅送你的 老師這是我們大師傅送你的 我就很怕他被他的老闆 歹刀會開除 對不對 我就到廚房去跟他說 你不要這樣子 老師現在有錢了 我吃得起了 我要吃什麼 我自己會點了 他說老師啊 沒有關係 你看 每天經過我的手 幾百道菜 對不對 我這邊抓點 那邊抓點你就有了 我們很高興不是說我吃了什麼 我們看到一個孩子放一個地方 他的人力能夠發展出來 怎麼說他就是天才 他後來代表我們台灣去參加 美國的烹飪創意比賽拿到銀牌獎 這個原因是我們會看字的人 我們會被食物所鎖住 他不能看字 所以他今天拿到食材 他就會想說這個材料可以怎麼怎麼做 他就創造力比我們好 我們會被這個鎖 他不會 所以真的講起來 你今天不管有什麼缺陷 就會想到上天是很公平的 他給你關什麼 他其實給你開個窗 好 那下面呢 從今年我跳過去 就是在大腦裡 他是個大腦裡的關係 今年6月17號的這個Science 這篇 paper 我們自己也有看到 就是正常的男生 正常的女生 同性戀的男生 同性戀的女生 在做同一件事情的時候 大腦活化的地方不一樣 正常的男生 跟同性戀的女生一模一樣 各位注意到 像這邊這邊 這裡和這裡 對不對 正常的男生跟同性戀的女生 然後正常的女生 跟同性戀的男生 各位注意到 非常相似 這非常相似 一四二三 所以那個 同性戀是個大腦的關係 我們在大腦裡 在夏時秋的地方 有這個Sachyldamontes神的神經盒 男生是女生的2.5倍大 如果這男的是同性戀 跟女生一樣大 就有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 那個 好 我跳過去 就是各位眼睛看著比我快了 你們眼睛看下 就來講什麼 我們還剩一個馬上要跟你講 就是模仿 這個人家 創造歷史有模仿的關係 在裡面 閱讀也有模仿 今天 你自己不讀書 叫你的孩子去讀書沒有用 我碰到一個媽媽給我講 她說 我給我兒子開冷氣 泡檸檬水 買沙發飲 叫他看書 他不看 他用什麼方法 我問她說 那他在看書的時候 你在幹什麼 看電視啊 這哪有什麼話講呢 對不對 你叫他看 看書你自己在看電視 他當然就跳不下去了嘛 我一個孩子跟我講 他說我爸跟我說 不能做的事 他自己都在做啊 是不是 所以我們就模仿 這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就給你看 在大腦裡有Mirror Mirrors 事實上它是一個 我們最原始的一個動物 學習的方式 我們的品德 我們的人格 就是用這種方法去學的 基本上在五歲之前 寒六進小學的時候 你的很多的道德 或價值觀什麼觀 就已經出現 就從母親的身上就看到了 所以我給你看說 這兩個動物呢 本身都不會有這個行為 但是外面有榜樣就會了 就是口啤液的時候 人家不要養豬 把豬丟掉 丟到鴨圈裡面去 鴨子長大 在這邊游泳 租在這裡 每天有兩個小時 真的 模仿是對原始的學習 我覺得這猴子看帽子的樣子 跟我先生很像 所以我們大腦裡的Mirror Mirrors 就是鏡像的神經元 這個猴子的手拿東西吃的時候 他的運動品質群活化起來 各位注意到 別人的手 就是當看到別人手拿東西吃 他的大腦同樣地方活化起來 我們中國人說 見人吃飯喉嚨癢 完全正確 那我們在實驗上 請大學生 音樂器的學生 躺在核式共生裡面 叫他想像 他在彈一個貝洞分的手拿塔 掃描他的大腦 然後給他一個琴劍 叫他真的在彈 掃描他的大腦的時候 你會發現同樣地方 我們也看到沙盤演練會有效 你活化同樣的 我這邊問各位同學一下 你們有沒有這種經驗 就是你還回想說你還在念 比方說念高中要考大學的時候 鬧鐘想了 早上今天要考月考 可是你起不來 你就夢到你自己 洗臉刷牙 穿衣服吃早飯 都已經要出門了 哇啊完蛋了 醒來一開在床上 今天就完了是不是 那你那個洗臉刷牙 那感覺是非常非常正確 你真的覺得你在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你活化了同樣的這個神經回路 就是我們說你活化同樣做這件事情的 所以魔法是最原始的學習 這個我們剛說的沙盤演練 事實上 有這種例子很多很多 在猴子的腦子這裡 在人腦子這裡 沒有用用用在人腦子這個地方 我給你看一下就是自閉症 是這個地方出了問題 自閉症 自閉症的孩子不跟你做眼睛的接觸 對不對 人家看是對看 他是看別的地方 那我給你看一下 他們在大馬里用到不同的地方 我們看臉的時候 是Fucical gyrus 這塊地方從我們看臉的地方 我們的臉型的辨識在這裡 他們看臉的時候 這裡不亮 這裡亮 這個地方是Inferior Temporal Gyrus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Inanimate 沒有生命東西的地方 卓子椅子的地方 卓子椅子沒有表情啊 卓子椅子不會笑不會哭啊 所以難怪他今天不知道 你兩個表情什麼意思 他根本活化就是 一個不同的大腦的生意願 那另外呢自閉症 不是母親性冷感 孩子對你笑 你不覺得他笑 他是個大腦的病變 胚胎初期的病變 這是一個24歲自閉症女孩子的腦 死了以後覺得他做解剖 這個是正常人的 這是他的 各位馬上注意到 神經牽衛做人家的五分之一 神經牽衛做人家的一半 這大腦初期的病變了 那如果說模仿是最原始的學習 我們的家是最早的學習場所 就跟各位看一下 孩子要的是安全感 這個實驗大概是我們心理學 100年來最重要的實驗 就是說小猴子一出生 跟他的母親隔離 給他一個榮布德媽媽 一個鐵絲網的媽媽 榮布德媽媽溫暖 只好沒有奶瓶 鐵絲網的媽媽冰冷 真的很有品奶 我們中國人說 有奶便是娘對不對 錯 小猴子所有的時間 黏在榮布媽媽的身上 那如果你給他一個新奇的玩具 他要去摸的時候 他這個腳要勾著你的身體 就是他這個腳要勾著你的身體 他這個腳要去摸 如果說這個娘沒有 他不會去 也就是安全感最重要 我們這邊有經驗的 拉拉都小的 孩子小於三歲 也不能穿收緊帶的裙子 帶他上街 為什麼呢 他是先緊緊捏著你的裙子 你要往這邊走 跳往這邊走 就跟你拉 就拉下來了 我們在加州大學的時候 有個教授講 他說他一生最恐懼的經驗 是他六歲的時候 在聖誕節跟他媽媽去百貨公司大賣場這樣逛 他說我就緊緊的捏著我媽媽的裙子 我逛逛逛逛 那很高興的時候 抬頭一看 裙子上面那一臉 不是我媽媽 他說他一生最恐懼的經驗 我們問他怎麼會這樣子 他說那時候流行燈芯絨 就是那個布料摸起來 感覺是一樣的 被人家擠的時候手放開了 再捏回去 因為他下面原來的裙子 他說那個太太啊 家裡有小孩 對不對 他只是忘了 今天我的小孩是沒有帶出來的 好 卻被人家這樣偷摸的 拉著走也覺得很自然 那我們就問他 你那時候六歲 現在已經五十四歲了 難道你中間沒有比這個更恐懼的事情嗎 他說沒有 我們就看到 把媽媽拿走 可是你給他很多新奇的玩具 各位注意到什麼 這個小猴子 兩個手抱著頭走在牆角 新玩具給他就沒有用了 也就是我們看到Marslow這個三角形 安全感是他最基本的東西 這個層次沒有滿足 上面什麼都不要 所以他只要是安全感 然後我們也看到 這個小猴子這樣玩的 正常的猴子是這樣子玩 不正常的 躲在牆角 因為後面沒有敵人來 手放在嘴裡撒停 這個是吸一個大拇指 這個是整個手都放進去 我們有看到孩子撒停真的是 一個拳頭腫子都塞進去 對不對 這是沒有安全感的象徵 這個實驗最重要是後面這個地方 也就是這種猴子長大以後 不能用正常的交配 這個實驗者用人工受驗的方式 讓他懷孕了以後 他把他親生小孩虐待死 我們看到受驗兒長大變成施虐者 真的看來很恐懼 因為我們過去沒有看到這麼多 什麼母親用滾水看啊 或者今天早上在報紙上 說才出生41天的女嬰 就被他媽媽打死掉了 還打到梳子都斷掉了 那怎麼可能打到剛剛出生的嬰兒這樣子 這裡面很可怕的呢 就是說我跟各位舉個例子 我的學生在高雄裡面做實驗 做到一個媽媽用針穿過他親生女兒的手 你是不能相信有人這麼狠心對不對 所以我們覺得一個行為不對的時候 背後是有原因的 把他的病例倒出來看 這個母親本身是個受驗兒 他被他母親的同居員搶包了八年 因此他進了國中制裁 被老師發現了以後 去報案才把這男的抓去關 那我們就以為這媽媽一定要跟女兒道歉說 哎呀真是對不起啊 我隱瞞路是害了你對不對 沒有想到這母親把女兒痛打一頓 說你去報案對不對 好啦現在他抓去關了 我跟你都沒有飯吃了 我們才看到說為母則強 女生一定要自己有謀生的方式 你不能說生活依賴在別人身上 然後因為這樣子 你看著人家去欺負你的女兒 因為父母是我們最信任的人 當你被你最信任出賣的時候 那個傷害是很深的 他把他對他母親的恨 轉移到他孩子身上 他的女兒才三歲半 他把他女兒叫做賤人 所以我們看到這種很害怕 因為現在一直有看到 各式各樣的這種很殘忍的 虐待孩子的方式 受女兒早上變成失戀者 我們看到她的重要性 所以這邊呢 跟各位很快的講一下 教養孩子是個藝術 不是一個科學 他不是科學的意思 就是說你沒辦法被重複的 所以外面有很多 什麼親子教什麼手冊 什麼都不要去相信 那是講一般性的原則 可是不見得適用在你孩子身上 我們看到很多父親緊張都不知道 人家會做這個我還不會 什麼什麼沒有關係 每個孩子不一樣 每個孩子開車的早晚不一樣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很重要 那麼另外呢就是我們說 不要低估孩子的能力 從孩子的眼光來看事情 從孩子的眼光來看事情非常重要 是因為我們沒有看到 哪個孩子叫前世欠你的債 來討債 他都是要拍你的馬屁 因為他年紀小拍錯了 拍在馬腿上 所以不能夠偏望的孩子 你看這張圖 孩子會非常的不甘願 你叫我寫相反字我寫啦對不對 我怎麼知道我的相反跟你相反 是不一樣的意思呢 是不是 所以我們看到說 孩子做錯事你罰他 他會接受 孩子不能接受是你冤枉他 你養罪犯冤枉就不值得受 這邊很快給你舉個例子說 你要從孩子的眼光來看事情 在你生氣之前先問為什麼 我有天叫我孩子幫我曬衣服 這就是說孩子可以訓練幫忙做家事 只要怎麼樣 他幫你做家事的時間 用回到他身上就沒有問題 他不能夠的就是說 他在幫你做家事你來看電視 我想我們大人自己不會有這種感覺 我坐在半死 看我今天敲個腳看電視 把他挖起來叫他去倒入這 對不對 所以這個你只要把時間 用回到孩子身上 他會很高興 他會幫你做事的 雖然我很小就訓練他幫我做很多的事情 雖然那一天就是交代他好 幫我上衣服怎麼怎麼樣 我就去上班了 等到五點鐘回來 我就去收衣服 一收的時候 欸怎麼搞的 有的衣服是乾的 有的衣服是濕的 我想說同一個太陽曬啊 怎麼曬小不一樣呢 我們就把他叫來問 他就告訴我媽媽 曬衣服是個很無聊的事情 我就曬衣件去玩一下電玩 用曬衣件去玩一下電玩 那個乾的是我早上曬的 濕的是我下午曬的 你一開始會很生氣啊 這件事情給我做一整天 對不對 可是你去想一下 當你叫他曬衣服的時候 你沒有說你要一次給我曬上去 當然我們從來沒有想到 有人不是一次曬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沒有交代這樣子 可是從他的觀念來看的話 他是沒有做錯 你叫我曬衣服我曬上去了 你也沒有說一次 我就用我的方式做了 因此你知道 如果你那天罵他的話 他可能就從此不幫你做事了 所以就在想 好我要讓你知道 為什麼衣服要在太陽底下曬 因為太陽有紫外線 可以消毒 對不對 如果他在外面 晚上從此出來 那個從此在你衣服上就會下蛋嘛 本來就是這樣子 是不是我們只把他誇大一點 那他小時候 我有幫他念報紙 跟各位講那也是非常好的 叫你女孩子的方式 報紙上是有講實力 這個人做了什麼事 抓去觀 這個人做了什麼事 總統表揚 這個比我們念說 一中勇為愛國資本 二孝順為其他資本 我們背的是那個抽象的東西 就比較沒有用 那念報紙的時候呢 就念到說 加州大學有個教授 去亞馬遜合做實驗 在那邊被蟲子咬了一口 那被蟲子咬 不是很平衡的事情嗎 就算了 回來 那一口就越腫越大 越腫越大 每天病時候痛 絲消炎片 茶香營藥都沒有用 最後不得已去找醫生 醫生把刀把皮膚劃開來的時候 裡面是一個蛆 從下蛋到牠身上 孵出來變成蛆的時候 吃牠的組織 所以牠會每天痛 然後蛆越長越大 牠就變成那個 那我們說念報紙的好處 就是你同時把相關的資訊 給牠收集在一起 在大自然裡面 還有很多其他的動物 都是像這個樣子的 比如說黃蜂 WASP這個黃蜂 牠會把蛋 下在那個瓢蟲 從雷里巴克的身上 孵出來以後 牠就吃牠的宿主 最後宿主死亡成童飛掉 那你把這種事情 跟牠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那個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我一講說 那個衣服上 晚上放到外面 可能會有蟲子出來 在衣服上下蛋 從此我們家的衣服 就一早塞出去 再一次塞 牠在衣服滾燙 牠要確定在衣服上 沒有蟲蛋了 才把牠收進來 這個壞衣服就是衣服會褪色 對不對 所以你會看到 可以教 看你用什麼方式教 很多時候我們就是說 孩子會誤會你的意思 像這個媽媽說 你家中間就簽證的baby 孩子想說簽證的 簽證有兩個意思啊 一個是換腰片 一個是交換 我說哎呀 媽是把弟弟換成貓蛙狗啊 兔子啊 是不是 尤其是這張圖 這張圖 這張圖 我們說 要趁孩子小的時候 把他傳統的價值觀 好的東西交給他 因為孩子很崇拜你的時候 教什麼都可以 而且在這段時間的學習 叫做內隱的學習 內隱的學習就是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教的 他不知道什麼時候學的 司機出現 反應會出現 內隱的學習 那麼這個東西 這個知識跟著他一輩子來 這個人得了失憶症 他已經不知道他是誰了 可是他過去小時候學的壞期間 通通都還在 那我覺得很好的 就是跟各位看一下說 很多父母親抱怨 我給孩子吃 給他穿 給他在離用前 比我給我自己的還多娘輩 為什麼他回家 每天給我擺著臭臉 這張卡通畫得非常的生動 這個孩子的學 對不對 疊疊撞撞 疊疊撞撞 哎呀 終於會走了 各位可不可以想一想 那後果是怎麼樣 翻起來了 翻起來了 這張畫得非常的好 是他臉上的表情 非常的不解 我如果知道 我今天走會走路以後 這下場是這個 我絕對不想走路 我絕對不會跌跌撞撞 讓我自己屁股痛得不在哪 我可以讓你抱一輩子 是不是 所以這裡面 我們從孩子的眼外 來看事情的時候 你會知道你孩子 為什麼這樣做 我覺得父母親跟孩子 最重要就是那個碗 那個板道 父母給孩子最好的禮物 陪伴孩子成長 因為他要的是安全感 養生孩子閱讀的習慣 閱讀是一個工具 打開人類知識的門 我們都知道說 現在知識一直出來 對不對 假如我們的孩子 沒有自主去求知的 這個精神的時候 你會發現 糟糕了 他的知識就只到這裡為止 他不會去學新的東西 這孩子不會有前途 我們要的是什麼 他能夠碰到 不會有自己去找 我們看跟各位舉個例子 第一個打進哈佛大學 醫學院的那個猶太人 佛克美 對不對 他在他的傳記裡面 有講到 他說1930年代 美國非常的歧視猶太人 當哈佛大學 有十個intern的圈 他去報名的時候 人家跟他說 你不要想 十個圈 有兩百個人來申請 我們白人都不夠 怎麼會輪到你猶太人呢 是不是 他就跟他說 你讓我報 得知我信 不得我命 我們要跟孩子講 人家跟你說弄的時候 不要掉頭就走 想辦法把腳伸到門裡面去 就容易把這門給踢開了 那天去口試的時候 就兩百多個人 早上是出事 下午是複事 出事的時候 老師問的問題非常的細 哎呀 乳癌細胞的什麼什麼什麼 不會 大家都不會 出來就很沮喪 那中午的時候呢 別人去吃飯了 他留在哈佛大學的醫學院圖書館 把早上老師問的問題 不會的把它找到 他沒有想到 下午回去複事的時候 原班人馬問同樣的問題 因為只有他一個人 把答案找到了 他就迫而不去 老師 你要跟他講的一句話 非常重要 他說作為一個醫生 我不要求你什麼都會 可是作為一個醫生 你不會不去找答案 病人死在你手上 你們覺得非常的對 作為一個孩子 我們不要求他什麼都會 我們要求他是不會自己 會去找答案 這孩子前途無量 對不對 可是我們今天把孩子交到這門 是標準的答案 對不對 而且孩子對於學習都是很恐懼的 這一點是我們大人的錯 跟各位講一下 為什麼是這樣子 我1992年回來的時候 他們叫我去出高考的題目 可是叫我去出的人 沒有告訴我要改考卷 所以我不知道 所以出了以後 我就把它加一去了 到後來呢 就是考試院打電話來了 說要放榜了 就你的卷子得改 然後就急忙坐火車這樣 上去改的時候 最後一個人要把上面 前面三個人的分數加起來 就寫總分 在加的時候 我發現不能加了 因為他們三個都是給負分 我給的是正分 也就是從美國回來的時候 我們平常給分數 我們是 你看孩子 愛加三點 他是得到多少分數 我們是扣掉多少分數 你這裡會馬上看到 東西對於這個 教育觀點的不同的時候 你就了解 為什麼那孩子 上面都很恐懼 他們那孩子上面都很討興 今天我們給正分的意思就是說 你是一張白子 來到我這裡 哎呀這個答對了 得一分 你又答對了 你又得一分 達到五分的時候 我很高興你學到了一半 可是我們台灣是求全 各位知道 我們台灣求全 少一分要打一下 對不對 求全 所以我已經叫過你了 你這裡沒有打好 扣一分 你又沒有打好 又扣一分 扣到五分的時候 老師火氣大了 所以你怎麼搞的 學了什麼東西啊 反正拿出來要打人了 所以孩子碰到 台灣孩子碰到發考店 都非常恐懼 每個孩子都不怕 因為I got something 跟I lost something 那個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其實我們在想 我們憑什麼要求孩子求全 我們自己大人 都不見得什麼都會 是不是 世上我們大人很多都不會的 你說今天電腦 我不擠我的兒子 他那個什麼東西拿來 也不要看說明書 弄得又做出來了 我先生帶個演技 搞來半天搞不出來的 幹了 對你們有負責的 這是糟糕啊 所以我們現在講 你真的不能孩子求全 是不是 今天我們看到說 連肉不沒有帶I打 什麼什麼沒有帶I打 我就好想跟老師講說 難道你這一生 不曾忘掉過東西嗎 是不是 就不要求全的話 孩子會快樂很多 最主要是我們自己的觀念 我們就講過 分數是 評量的一個方式 不是唯一的方式 甚至不是很好的方式 孩子有學到什麼東西進去 尤其是 你的孩子能夠自主求學 像那個Folkman一樣 他的真的是潛入無限的 因為他 新的知識他自己會去看 我們經常看到孩子 真的好擔心 連考完了 電視上就照著孩子 一路走一路踢 把那書踢到水溝裡面去 我們家背面的孩子呢 就把那個 他母親中年間燒之前的 那爐子給搬出來 就把那書給燒了 那我看到的時候 就跟他說 你怎麼那麼急的燒 你好歹等放榜啊 你怎麼知道 你要不要再用一次呢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 如果孩子是這樣子 他的表 他的發展就是 到他大學畢業為止 他不會再去找新的知識 這個我們現在看到 台灣好像能夠 去大學畢業 還去看新的東西 台灣買書的錢 怎麼只有八毛錢 還是什麼 看了真的很擔心 因為這樣的話 孩子不會有前途的 這裡面呢 在我們過去 都是拼命塞給孩子 治癒 這是知識 可是跟各位講 知識會改變嗎 剛剛就跟各位 知識會改變 但你在八百年前就講過了 道德可以彌補智慧的缺點 智慧永遠沒有辦法彌補道德的空白 你今天 你孩子可能學得慢 開竅開得晚 沒有關係 他只要是一個好人 他有機會 有一生的機會 把他的知識填補起來 我們說終身學習 可是你是個人的社會 你工作再好 你品德不好 沒有人敢用你 對不對 而人的社會裡面 我們要求什麼 那個基本的核心價值觀 是不會變的 忠誠正直公平正義 這是我們現在一定要交給孩子的 沒有交的時候 你想想看 這孩子出來 這是個團隊的社會裡面 沒有人敢用他了 這是一個小貓的神經源 老貓的神經源 同一個貓 同一個神經源 在小貓的時候 是密密麻麻的神經連結 到老貓的時候 常常走的路變大條 不常走的沒有人 這邊 要跟各位講說 我們今天教孩子 一直做同樣的行李 抄課本 做什麼東西 做十遍二十遍 因為我們現在教育的方式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的是什麼 我們要的是速度和正確率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想到 你犧牲掉的是 彈性和創造力 我們剛剛講過 那個創造力是 神經軌典的連結 對不對 當我們給孩子做很多 不同的東西的時候 他的神經連得很密 所以我們今天說 他會出雷堂中舉一百三 可是我們把他 所有的時間做交替 做數學做十遍 做一百遍 課本超十遍 超一百遍 他這個神經做的東西 神經很大 相對他犧牲掉 其他的可能性 我們剛剛講過 我們的神經 是有更加連的 沒有跟他連的 就修點掉 所以這個圖很清楚 讓各位看到 我們今天讓孩子 其實是什麼 讓他探索 讓他學習新的東西 不要叫他把那個 這個 每天在那邊操 創本操那些 我們說死背的東西 那個留給電腦 所以我不再讓孩子 去背書 說實際上話 今天他的思考能力 其實比什麼都重要 然後呢 這邊最後 跟各位講 充實的一天 帶來好眠 充實的一生 帶來安息 我們每一天你的時間 都好好的利用的時候 你今天這一生走過去 你知道你沒有白費 但是你 我們說 Till time 那幾八道把時間過去 就真的很可惜 最後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人是動物 我們在這個 大自然的環境裡面 我們受到這個 所謂動物的規範 沒有任何一個動物 今天出去找東西吃 他有把握 他可以安全的回來 那我們要告訴孩子說 挫折是本分 找到東西吃是福分 可是你挫折的時候 怎麼辦呢 不要隨便放棄 倒壓嘴裡了 沒有關係 手伸出來 插到他的脖子 他不得呼吸 嘴巴叫張開 就趕快跳下來 就逃過一劫 所以跟孩子講 山球水進了 沒關係 你只要撐得下去 你有機會就 柳暗花明 我們最主要就是 在社會上 我們說在一個 動物的世界裡面 挫折是本分的時候 你要 never ever give up 我覺得有自當服的時候 你的人生會走得很圓滿 好 今天講到這邊的話 好 謝謝各位 好 這邊在那個 我們開放提問之前 稍微我們讓那個 洪老師也休息一下 然後我先講一下我的心得 我們今天來的 我們從中立來的車上 多了幾個學生 因為我跟他們說 洪蘭老師的演講 是會改變你一生的演講 你真的不來嗎 結果他們就來了 如果各位贊成我這句話 麻煩現在給洪蘭老師一個講座 因為那個洪蘭老師明天要出國 所以他必須要趕回台北去 所以我們現在呢 只剩下大概十分鐘的提問 所以我們這邊有準備 麻煩老師推薦的書 《改變是大腦的天性》 總共有五本 所以想問一下老師 您要請問 用舉手好了好不好 我要去趕九點十六分的 院長在哪裡 好 因為他要送我 對對對 就是院長控制時間 你看時間差不多要講 好 您來喊聽 OK 就是 這個問題 你要 那請問 各位朋友有沒有問題 第一個問題 人性可善嗎 希特勒怎麼回事 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如何 可執 是嗎 趁你之心是有 嬰兒哭 一個哭 後面全部都哭耶 你曉得嗎 在育嬰室裡面只要一個孩子哭 所有小孩子都跟起來哭 你想我一邊打你 你哭什麼 對不對 所以有這樣子的關係 看到別人受苦 他是會有這樣子的 所以 希特勒叫做異類嘛 就叫做壞人 那後面還有一個什麼 第二個問題 是那個如何制定優良的教師 優良的教師 老師 你是老師嗎 還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優良的教師 我自己不是很喜歡這種 什麼叫選拔 你會看到很多好的老師 都沒有被選拔出來 對不對 那個做很多事情 去技工加獎的 或者很會講話的 就上來了 最主要的是 我是覺得做老師 他其實是一個志業 不是靠人家的肯定 而是說我們自己會看到 今天我今天多花了你的力氣 多怎麼樣 好啦 這孩子因我而不一樣 那任何人就像我今天出來演講 那有一個人 因為我今天講的那種句話 你今天對你孩子不一樣 那我們覺得就值得了 所以我實在不知道 那個優良教師怎麼選拔 對不起 大部分的人出生的至少都差不多嗎 怎麼知道人的大腦 幾乎都沒有利用到 該怎麼利用 人出生的時候 照講你的大腦的神經緣 是足夠你所用的 我們那時候講過說 腦的大小跟智慧 不是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你的後天 就有很大的關係了 比方說 Jeremy Kagan 哈伯的那個教授 他有把剛剛出生 四個月的嬰兒 給他聽很大的聲音 很什麼什麼 然後就來觀察 哎呀這個孩子 百分四十人會大哭 嚇到了 有百分四十的孩子 去看聲音頭哪裡來的 然後中間有百分之二十 他就等到這些孩子 到了四歲的時候 再來看他的那個情況 咦就發現 同樣過去 比方說 過去很害怕很什麼的 他就往中間 repress 就是往中間靠過來 變成前面後面 各個百分之十 到中間了 再來就說到大的時候 到他二十一歲的時候 那我們就看到他上面講 他說他大腦裡面那個 本來他對於信仁和國話還是什麼 還是這樣子 但他前腦已經起來了 我們不是說 前腦是最晚成熟的 前腦起來了 就開始抑制他 人就後面的 我們道德觀什麼時候 就知道說 可以去做某件事情 那他的行為就會有所改變 所以我們一直要講 我們的行為是 大腦和基因 基因和後面環境的交互作用 所以沒有跟哪個人說 一定就是什麼 壞足出什麼 好損出什麼 反正昨日也就是 就是沒有這些 這些會是行 所以永遠講的一件事 就是照命者天 立命者我 你的命在你自己手上 好 有沒有一種研究呢 就是閱讀書的執本 或者是在網路上閱讀 這有什麼不同 你說看執本和看 好 那個網路上閱讀 有點不太同的地方 是因為網路是跳躍 就是你們看網路 你們都沒有這樣子仔細看 就是大略看一下 大略看一下 可是我們看執本 他是放在那邊平的 沒有動的 那個差別 在細節的上面是有差別 還有就是很多孩子 喜歡看漫畫 到三年級以後 小學三年級以後 我們其實不太贊成 只在看漫畫了 漫畫是八格四格 這種跳躍式的 後來發現他們 今天孩子寫出來的作文 就跟漫畫一樣 跳躍式的 中間很多的那個 那個東西賣落什麼 都沒有掉了 所以我們是會受到環境 很大的影響 因為我們也跟各位看到 大老是共同在不停的在改變 所以我是覺得說 那個 電腦看東西 那是沒有關係 就好像說 我今天明天要去美國 我的電腦裡面 就download了一大堆東西 怎麼樣 再去上沒有事就看 這是可以的 但是你平常時候 你還是放在紙本上 因為你才會仔細看 尤其是特別重要的文件 要這樣子看才可以 你會看到我們在開會 雖然說 每次所有問題 他都是先email給你 可是重要的文件 開會當天 還是發下來的 你要給你看的字 因為一個字差差很多 所以這個還是有關係的 你們 我們是可以節省紙張 在電腦裡面看 但是重要的東西 請各位同學 你還是要用筆 點著看 或者你們以前 不是念法律的 對我們來講 一個字差勝於死 所以我們那個老師 有訓練我們 所以這個一定要小心 那麼你們這一代 跟我們這一代 是有很大的差別 眼睛跳動 你們的閃光眼比我們厲害 你們這一代 比我們閃光眼厲害 我們是很少人的閃光眼 電腦還是在跳動 電腦螢幕也是在跳動 是有關係的 好 下一個問題是 都已經長到二十幾歲了 如何讓大腦再成長 提升創造力 都已經長到二十幾歲了 如何再讓大腦成長 提升創造力 可是我不是剛才你說大腦 一直不停地在變嗎 是不是 沒有說你長到二十幾歲 就不能變啊 那我剛才的實驗不是白講了嗎 是真的啊 對你一直不停在變嘛 是不是 這個不要擔心 再一個問題 台灣的科學教育 如何讓孩子可 清分參與的機會 台灣的教育啊 有沒有改革啊 所以這個裡面是真的啦 我們現在非常鼓勵孩子出去 動手實際做 尤其是教育部在推生命教育的時候 我們一直覺得說 不要太非常裡面 上生命教育 那個是沒有用的 把孩子出去 到山地到 過了月到哪裡去 實際做 那麼這一點 各位同學 你們真的 你們也可以透過你們的要求 改變這個 我們過去什麼時候 都在教室裡上課 跟各位講 真正的教室在窗外 你真正的教室在窗外 出去 走出去你就會看到 你今天學到冬天 比較特別學到的多 一百萬倍 我兒子以前都講不聽 要喝可樂要幹什麼 我把他帶到那個 那個那個 麻風村去 你知道他只能回來就改變這樣 我們去麻風村的時候 我們是外面來的人 他很客氣 跟我們煮了稀飯 他們本來是吃番薯的 吃了稀飯 我們從台灣去的 看到稀飯 那肉鬆跟醬瓜呢 對不對 你怎麼吃白稀飯呢 要找肉鬆跟醬瓜 我們那邊找的時候 他們那邊的孩子 就三大碗的稀飯 都全部吃完了走掉了 然後那個校長看我們 就一直不肯吃白稀飯 就沒有辦法 就到他房間去 端了一小碟的糖 白糖 就出來叫我們配這個吃 那我們就覺得 寧可餓死也不要吃 對不對 餓了三天就吃了 是不是 所以我們後來就會發現 你的快樂 其實是個相比較的 所以這裡其實有蠻多東西 我們需要孩子 打開出來看的時候 他對他的人真的看法 最主要是 今天我們孩子 現在缺一個 就是你的價值觀 你今天活的這邊 是問題什麼 我不能夠今天 在世界上走過一去 走完了以後 多我一個步驟 要稍微一個不少 那你就是白走一趟 你一定必須是 因為你的關係 這個世界有所不同 你就沒有白走了 那我們現在要給孩子 真的就是這樣子 我剛剛為什麼講說 做老師的責任 做父母的責任 把孩子放對地方 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 孩子沒有被放對地方 我們有很多孩子 是有很多的能力 沒有放對地方 猶豫過一生 這是我們大人的錯 所以我們也希望 再改變這方面的觀念 好 因為宏蘭老師要趕車的緣故 所以我們提問的時間 就到這邊 要簽字了 對 因為這個 所有五本書都已經簽 待會我會請 這五位提問的朋友 一起到前面來 那我們最後再一次仿生 謝謝宏蘭老師 請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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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綺麗